我突然觉醒一个奇葩外挂 所有比我强的女性都会对我产生好感 不仅那些拥有特殊癖好的男人也在范围内 就连其他母性生物也是如此 而我将用这个技能成为史上最强软泛男 这天天空异象 一颗自称为古神的巨大眼球出现在上空 它将人类称之为自己的子民 并让他们进行一场游戏 这时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等您的外挂已到账 你有五次天赋抽取机会 我看了一眼周围好像只有我手机出现了这东西 我尝试地点了五连抽 手机里出现了五个天赋属性 白色垃圾桶属性 不管吃什么在垃圾的东西都能消化并感觉很美味 第二个白色顶风尿实账 你尿得比别人都远 跟别人一起尿尿的时候很有面子 我看完一脸猛逼 这都什么积累天赋啊 不过心想毕竟白色稀有度最低 接下来的蓝色应该会好一点吧 紧接着便点开蓝色天赋精神小伙 你的天赋一柄特别有精神 我去 这都什么离谱天赋啊 我直接点开红色天赋 游戏人生 你的胆子特别大 任何生物你都不会害怕 我没想明白这天赋到底有啥用 但是从刚刚开始就有一种自信 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天赋吧 接着又点开了金色天赋软饭王 所有女性对你的好感度加50 特殊癖好的男性也在范围内 看着这技能我感觉菊花一景 这时突然脑子一震 眼睛也逐渐模糊 眼前每个人的身边都出现了属性框 并且每个人的详细信息都在属性面板上显示 而且随着我的意念一动面板就会消散 突然一个妹子出现在我眼前 看她的属性都比我高 而且还提示到这妹子是个恋家的 妹子扭头注意到了我 这实面板上原本中立的属性变成了友善 看样子妹子是对我产生了好感 原来这就是软饭王属性的效果了 我觉醒了一堆奇葩天赋 顶峰尿石杖天赋 让我和别人一起尿尿石有面子 垃圾品天赋 让我就算吃食也会觉得好吃 这奇葩外挂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但还有一个天赋软饭王 让我从此走向巅峰成为最强小白脸 这不刚刚觉醒天赋迎面就走来了一个小姐姐 个子属性都比我强看上去柔柔弱弱的 却是个恋家子 看见我的小姐姐顿时就被我的美貌吸引 说什么都要把我带回家去当弟弟 可她身边的保镖却不乐意了 小姐啊 这局面我们自身都可能难保还帮她 别看她年纪小 多个人多个帮手吗 你看她多乖啊 来 叫姐姐 没想到林小允居然还有保镖 看来是个妥妥的白富美啊 转了转了 看着哥们的属性也就比我强 不过好像是这群人中最强的 突然地面开始震动 一个石碑缓缓地从地里出来 据石碑上介绍这是一个蜘蛛母怪巢穴 古神说过第一次任务不会真正死亡 那么直接忙进去的话也不错 反正不会死 紧接着那哥们便带着人当当的往洞里去了 越往里走里面的蛛丝越匿急 而那哥们把我安排在最后面 就是为了以防后面有蜘蛛追上了好让我作用啊 毕竟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孩还没女人有用 就在我还观察着四周情况时 面前的女人突然遭受到了攻击 一只巨型蜘蛛趴在女人身上啃食着身体 不是吧 这才刚进来就要凉在这了吗 我觉醒最强软饭王天赋 所有的母性生物都会败倒在我石榴裙下 就连古神也被我的美貌折服 而我将靠这个天赋成为第一个软饭硬吃的男人 才刚刚进洞就出现了意外 所有人被吓得四处逃散 就剩我一个人跟蜘蛛对质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石头准备拼命 怎么说这条命也不能白死了 可就在我要砸下去的瞬间发现 这只蜘蛛居然也是母的 并且已经败倒在我石榴裙下了 我没想到软饭王天赋居然连蜘蛛也行 不过想想毕竟对古神都能生效 我想着要不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袭他 不过看着他童真无邪的表情实在下不了手了 人家这么喜欢你 你还搞偷袭怎么想我都很畜生 不过这一路上倒是安全了不少 那些对我有敌意的蜘蛛他都帮我解决 只不过这一路上倒是又多了不少追随者 我查探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 其他属性我都能理解 但这精神属性虽然很高 可到底有什么作用还不知道 估计精神属性高是因为精神小伙的天赋吧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山洞深处 发现有人扮人蜘蛛趴在一个宝箱上面 看样子这应该就是这关的最后报复 不过发现入侵者的他对我并没有敌意 而且还有好感 应该是我软饭王的天赋又生效了 还没等我搞清情况 那群蜘蛛小怪就把我抬着往里送 我心想 从一开始他们好像就是有意把我往这野 不会是想让我跟着蜘蛛母怪凑一对吧 不是吧 我拿你们当妹子 你们却想让我当你们的爹 姐姐 我们才刚认识 介绍一下自己呗 我叫林浩 你呢 只见他直接捂住我的嘴 二话不说就把我的衣服撕烂了 没想到啊 我的真结难道就要丢在这了吗 本以为我多年的清白就要葬送在此了 没想到他把我八光 居然只是为了给我换上他亲嘴吐出的蛛丝衣服 不过他现在对我极其的信任 那我现在过去开个宝箱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这宝箱里到底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刚触碰到宝箱 耳边就传来古神的声音 没想到啊 既然真有人能一只怪不杀就通关了 我扭头看向四周 看他们都没反应 这古神的声音难道只有我能听到 看样子古神大人还是对我有特别关照的呀 我问古神大人像这种完美完成任务有没有额外奖励 只听古神说 恭喜你获得理论上无人能得到的官邸奖励 突然宝箱打开一道金光出现 一本金色书籍浮现在眼前 只听古神说道 此为金色实施品质的转值道具书 触碰可获得详细信息 由意念触发进行使用 看来古神也不会介意我得到额外的好处啊 我立志成为最强小白脸 毕竟觉醒了最强软饭王天赋 所有母性生物都会对我为命适从 就连古神都给我开后门 利用这个天赋我征服了洞里所有的母蜘蛛 就连最后的boss都被我征服 见我通关古神亲自给我开后门 赠送我从来没人能得到的转值道具书 我伸手触碰 书中的信息不断地涌入脑海 这转值道具书可以让我获得书中记录的职业技能 不过只给了我一个怪物契约师的选项 以我现在的能力我只能契约一只怪物 想要契约更多必须修炼变强 不过心想之后要是能契约一堆怪兽 那以后就可以直接让怪物去群殴 我躲在后面就好了 这个技能可太适合我了 从此以后我就是躲在女人和怪物背后的最强男人了 怪物的契约强弱就会浮现在眼前 看着眼前的这些小蜘蛛 毕竟都被我的魅力折服 契约难度低也正常 这时我看着一旁的蜘蛛母怪 没想到它居然也是简单 按理说它的精神也就比我少两点应该比那些小蜘蛛难多了 难道是我的软饭王天负起作用了 既然如此那我不是可以把它带出副本吗 我尝试着和它缔结契约 结果很简单的就成功了 紧接着怪物就钻进了我的影子里 看样子以后只要一个念头就可以从影子里召唤出来了 而且我还能感受到蜘蛛妹的情绪 但是她却无法感受我的想法 随着通关我也被传送出了副本 出来发现每个人的面前都出现了蓝色面板 古神说这个面板可以查阅自己的属性积分和任何排名 而且给了我们一小时的休息时间 并且下一个任务可以组队完成 这时云儿姐突然出现 小耗子 你介入的副本怎么样 微不危险 没受伤吧 可影子里的蜘蛛妹突然生气了 按理说她应该感受不到现实状态才对 我急忙把手抽开 云儿姐你忘了古神说过这次任务不会有伤亡呢 也是 我关心则乱了 紧接着跟我说她在副本得到了40积分 问我得了多少积分 我打开面板看了一眼居然一分都没有 不过也对 毕竟我是灵莎通关的 这次我有惊讶地发现林小允的保镖魏凯居然是第十名 但谈到魏大哥林小允却面露南色 看样子两人在关卡里是遇到了不愉快的事 不过还是拉着我去找魏大哥 看见我们来的魏凯说道 小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小姐了 你应该知道如今的局势身份的地位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这个世界 只有力量才是最靠得住的 魏凯 在副本里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积分 驱赶老弱妇如去引诱之助 好自己亲手杀死更多 可现在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当然只用力量去获得更多的东西 我这几个都已经准备忠心跟着我 小允 做我女人吧 以后我们一起成为古神麾下最得力的下属 如果你得到软饭王天赋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而我意外觉醒软饭王天赋之后 立志成为史上最强小白脸 靠着古神给我开的后门 我将蜘蛛洞的boss收服了 但毕竟都是母性生物 当我和别的母性生物接触时居然会吃醋 而通过第一关的林小云也遇到了麻烦 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 让魏凯的欲望彻底暴露 男人是不是一旦失去规则的束缚 就会将兽性展露无遗 我们好歹都是在文明社会长大的 仅仅是几个小时就散失了人性吗 可就算林小云说得再多多改变不了魏凯的本性 只见他召唤面板查看积分 在面板中看见我就是个零分的废材便嘲讽道 废材 在这个社会只靠讨好女人连生存的价值都没有 小云你的实力并不差 和我在一起能获得更多的好东西 只是你太心软了 戴上这种废材只会影响我们的任务进步 林小云见魏凯已经没有人性 便打算带着我离开 但这魏凯却并不打算这么放我们离开 小云你也知道我的实力 以你的实力和我联手我们才能做得更好 别做梦了 你说的好听 如果我没用了只会被你当店搅拾 我是不可能和你联手的 见林小云不从魏凯便打算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 林小云见情况不对急忙带我扭头就跑 但很快就被魏凯追上了 以林小云的实力自己一个人逃跑是没问题的 但他并没有因此将我丢下 小云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记挂这个废材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心软是没用的 说完就叫着一旁的手下动手杀了我 可手下担心在主城杀人会受到古神的惩罚 但魏凯却丝毫不怕 能有什么后果 古神也没说主城不能杀人啊 再说了一个零分的废材古神也不会护着他吧 听完那群手下也不再犹豫了 不过我也担心在主城召唤出蜘蛛妹会受到惩罚 可就算有惩罚我也不能让他们白白弄死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吗 我一个念头便将蜘蛛妹从影子中召唤出来 你们准备好 怎么死了吗 魏凯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还有这一手 那群员见状便知道不是对手开始四处逃窜 蜘蛛妹仅仅一击便将他们全都解决 不过好像并没有受到惩罚呀 小角色干掉了 那守卫也不能放过呢 见我有强大的蜘蛛妹做后盾 魏凯瞬间就被吓尿了 还想着古神能替他做主 但他哪知道就连古神也是我强大的后盾之一 魏凯见不是我对手 立刻就跪地求饶了 我错了离号 请你高抬跪手饶了我吧 我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能屈能伸 这要是不解决了以后可能是个大敌啊 林小允看见这个情况更加厌恶魏凯了 直接一脚将其踢飞 你要挺着腰板去死我还竟你是条汉子 结果你竟然是这种丑样 亏我以前还那么信任你 真是恶心 没想到林小允一脚就把两百多斤的壮汉踢翻 不愧是练家子 不过魏凯这种能屈能伸得志就猖狂的家伙可不能留 而且看他的面板 不出日后肯定少不了麻烦 不过当我真要动手时林小允又心生怜悯 但他也知道这是魏凯自作自受自己没有理由劝我饶他 我也察觉到了他的想法 毕竟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还是要维持好的 便在林小允面前假装原谅了魏凯 不过还是用意念指挥着蜘蛛妹动手 我假装蜘蛛妹不受我的控制说道 魏大哥你不要对我有杀意啊 蜘蛛姐姐巧合下与我契约 会对一切对我有杀意的生物出手 我控制不了他 魏凯健壮 立马求饶道 冤王啊 我没有对李浩兄弟有杀意啊 但就在蜘蛛妹要下手时 蛊神突然出现了 此处空间内 无知战士之间 不得互相伤害 我看了蛊神的属性面板 虽然违反了他的规则 但他对我还是十分友善 那魏凯健壮立马就对着蛊神献妹 不过正好 我可以利用他来试试蛊神对我的底线 我控制蜘蛛妹动手 但立刻就被蛊神定住了 那魏凯被这一幕都吓尿了 立马就怂恿蛊蛊神杀我 说我已经杀了他三个战士 立刻就开始吵败了起来 看蛊神的反应 他也只是定住了蜘蛛妹并没有对我动手 虽然面板对我还是友善 但已经提示到这就是底线了 上一秒还气焰嚣张的魏凯 下一秒就被我吓得大小便失禁 我原本打算就此将他解决 但蛊神不允许在主城自相残杀 魏凯见有蛊神在 又开始小人得志 完全忘了刚刚自己妙裤子的德性 还妄想挑唆蛊蛊神将我杀死 伟大的蛊神啊 虽然零号不是那三条人命的直接凶手 但这蜘蛛怪诀对逃不了干系 请立即消灭他 不然难以想象他还要害死多少人 可他哪知道就连蛊神也是我强大的后盾 只听蛊神说道 此处空间禁止互相伤害 这条规则于现在开始执行 魏凯听到这句话人都麻了 那刚刚三个兄弟不是白死了 一想到自己死了三个手下 零号却一点是没有就气不打一出来 朝着蛊神怒喊道 蛊神不能这么处事不攻啊 不然这五千战士怎么才能另行禁止 鼓神听到竟有人敢教他做事 直接赏他一道雷 将他烤得外苏里嫩 这一幕也是令我和林小允都没想到 主神为什么要哄他啊 可能是太丑了吧 看着地上浇黑的魏凯 没想到都这样了还是不死心 紧接着鼓神便离开了 不过我心想既然主城杀不了人就出去杀呗 这时林小允问道 小耗子 刚刚的蜘蛛怪是怎么回事 是你在命令他吗 我不知道 我就是运气好上个副本被这个蜘蛛姐姐认了 但是我也没有想杀他 我刚刚其实很想逃 但是我不能丢下羽儿姐姐不管 羽儿姐姐对我好 我一定要保护好羽儿姐姐 所以我就想让蜘蛛姐姐出来帮忙 林小允听完我说的话十分感动 还觉得是自己害我让蜘蛛怪出来而感到内疚 看这样子他应该不会觉得我心思黑暗了 就在这时耳边再次传来了鼓神的声音 死罪可缅国最难逃 触犯规则的人将于此刻接受惩罚 我没想到居然还是要受到惩罚 紧接着就被鼓神传送走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要接受清算 希望小耗子没事吧 靠着软饭王的天赋 不断地有妹子被我的魅力折服 不仅征服了实力强大的蜘蛛妹 还得到了世界主宰鼓神的包养 但毕竟身边都是母性生物 就连鼓神也会吃醋 结果就遭到了鼓神的惩罚 好不容易我才从惩罚空间回来 虽然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 但这惩罚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算是死也不想再来一次 这时鼓神也开始颁布第一个正式任务了 鼓神介绍到所有人的面板积分 都可以用来兑换道具 在这里积分就等于一切 而每个任务计算积分的方式都不同 紧接着便在人群中召唤出了商城 有装备区 道具区 书籍区 药水区 并且说到这次的任务可以抱团组队 而任务将会把我们传送到不同的世界 在不同的世界生存和探索从而获得积分 这里将会被设为准备区 不会受到生物入侵 所有人将以准备区为起点向外探索或者狩猎生存 两个月时间内根据不同的方式获得积分 但如果有人只是躲在准备区内 那么在48小时内未获得狩猎或者探索积分的人将会被抹除 而从现在开始不再会死而复生 说完这些古神便离开了 紧接着所有人都冲进商城区兑换道具 果然 跟我的猜想一样又是积分商城那一套 可在新手任务时 我是零分通关的身上一点积分没有啊 不过虽然我没有积分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的身上可有不少的积分呢 你说是吧 魏凯老哥 要问拥有一个人肉提款机有多方便 却积分了就让蜘蛛妹出来透透气 那积分还分什么你我他 全是我的 魏凯一开始还挺硬气 说什么都不愿意交出积分 那既然是人肉提款机当然也要输密码提款了 但这密码自然和普通提款机的密码不一样 那魏凯见状也就失去了 主动说要给我点积分 大家给我作证啊 我可没抢买抢卖 是他主动的 既然他都主动给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全取了吧 魏凯一听全取人都麻了 最多55分 你把我积分全拿了不如 直接杀了我 看他突然又硬气了 不会是有什么底牌吧 我看了一眼他的属性恋版 原来只是在虚张声势啊 其实是这样啊魏凯哥 是蜘蛛姐姐看中你了 你不多给我点积分 我没办法兑换道具压制他 看见他变得蛛丝眉 他特别喜欢把人做成活体人偶 而且因为傀儡是活的古神也没有办法 你看 要不是我压制他 恐怕他现在就要动手了 魏凯看了一眼蜘蛛妹 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 被蜘蛛妹做成人偶的画面 积分都给你我也活不下去 最多给你80 多一分都不行 看了一眼他的属性面板 看样子这确实是他的底线了 还是人肉取款机方便啊 只要让蜘蛛妹出来输个密码 80积分就到手了 嘿嘿 大功告成 有了积分就可以来商城兑换有用的道具 每个区域的道具都很丰富 但唯独药水区 只有一个名为升级突破药水 虽然道具很多 但这些人连探索会遭遇什么都不清楚 随便兑换道具 就不怕买到没用的道具吗 不过还是我聪明换了这个道具 有了这个随身商城 随时随地可以兑换道具 只不过这个就花了我一半的积分 而且只能使用5次 接下来就是要到其他区域 看看有什么收获了 来到书籍区 发现转职书只有战士法师牧师三大类别 那看来我的怪物契约还是个隐藏技能 转了转了 我现在的精神属性为8 在等级为0级时 所有属性上限是9 而且现在契约技能也是0级 那么现在关键就是 先将我的精神力升到9点之后 再升级是性价比最高的 而且我拥有软饭王天赋 可以尼获整体实力比我强的异性 我的职业能力是控制精神比我弱的怪物 那么现在最好就是主升精神力 让其他属性保持弱小 这时突然有个人叫住了我 你好 我叫陆可七 我叫0号 陆哥哥叫我小浩子就行了 我一听陆可七 那不是积分排行第五的那个吗 我看了一眼他的属性面板 没想到各个属性都那么高 而且还有三个属性在锻炼中 小浩子你兑换的随身商城助手 可以说性价比最高 实不相瞒我的陆王队成员整体实力最强 你愿意来我领队当干部和我一起带领队伍吗 虽然他看上去不错 但是面板却提示我小心 还以为能有大腿结果还是不靠谱吗 我借口说要听姐姐的意见就离开了 这时躲在角落的魏凯突然出现 队长大人 0号那小子虽然很有潜力 但未必看得上我们普通人 那就是个小鬼 凡事都要听姐姐的意见哪有什么主见 倒是你 我怎么感觉你和他有矛盾 队长大人果然厉害 但他要是来我一定会低头 你放心 如果他来我会负责调解你们的矛盾 说完就交给魏凯两个蓝色优秀品质的装备 毕竟凭魏凯的实力进入团队 得到集中资源培养肯定比当毒狼要快 他现在就是在等实力超过我后巢我报仇 自从觉醒了软饭王天赋 不仅蜘蛛子败倒在我十六群下 就连他们的老大蜘蛛妹都给我征服 有了蜘蛛妹做我的后盾 那些在我面前嚣张跋扈的人 也只有被吓尿的份 不过叫了这么久的蜘蛛妹也应该给他取个名字了 既然你总是喜欢鸡鸡叫不如就叫你小鸡吧 这时林小允突然出现 只见他交给我一个护身符 我一看这是一件蓝色优秀品质的护身符 可以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而且这个道具我见过需要四十积分 这女人总共也就四十积分 这女人是傻了吗 居然拿全部的积分来感谢我 没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烂好人白痴 看样子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帮他一板 让他多欠点恩情 现在也该是时候出发了 刚开始所有人就拼命的往前冲着抢探索积分 地图上显示三角标记的是玩家位置 原型标记的就是大本颜 蓝色区域就是以探索的 暗的就是为探索区域 所有人都拼命的争抢探索积分 不过我在等四周都无人的时候 直接召唤出小鸡 以小鸡姐姐的速度 那探索积分还不是手道擒睐 我和小鸡姐姐直接在地图上杀出一条血路 其他人还以为是系统出了笨 没想到小鸡姐抱着我跑了五公里 也才获得一点探索积分 而且在这附近也没发现有什么怪物 这么计算的话 这地图的比例简直大得离谱啊 感觉这次的任务持续的时间不会短 还得考虑在野外生存的问题了 这群哥布林为了生更多的哥布林 带补了一头三百公斤的成年母猪 本来我在树上看着并没想管 而且他们属性也很低没什么经验 但是突然收到了一条偷袭哥布林的任务 那白给的积分不能不要啊 我让小鸡姐趁他们吃饱喝足 没有戒心的时候发动偷袭 在小鸡的面前这些哥布林 就跟韭菜一样只能等着被收割 这群哥布林也只有逃命的分 这时居然有一只哥布林 偷偷地吹了求救号角 片刻的功夫哥布林大军就赶到了 这次来的哥布林 跟刚刚的哥布林可都不一样 全是全副武装的 就算小鸡很强大 也挡不住哥布林数量众多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我得先想办法带着小鸡离开 才刚过一会又来了一波哥布林 而且这哥布林还擅长追踪 恐怕没办法轻易逃离了 我急忙打开购物助手 查看有什么能够帮助我安全撤离的道具 第一个引烟壶 以壶深淡径100米散发大物持续60秒 不过这个感觉比较适合进攻 下一个传送卷轴 可以随即传送到最远距离1000米的安全区域 不过需要10秒准备时间 这个看上去挺合适的 而且还只要两点积分 我直接就购买了传送卷轴 虽然启动要10秒 但是就两积分要什么自行车 小鸡啊 10秒钟你可要撑住了 倒数结束 一眨眼我就传送到了安全区域 魏凯加入小队进城了核心成员 实力比之前强大了不少 但在强大的小鸡面前 也不过就是一击的问题 使用传送道具之后 我们被随机传送走了 这次的失力让小鸡姐有点沮丧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报复回去了 我打开地图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 意外的发现我们刚刚遭遇哥布林的位置 明明是以探险区域居然变暗了 果然古神的规则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找到了附近哥布林的营币 准备趁那些手被哥布林出去支援的时候 偷他们的老巢 不过也巧啊 正好触发地摧毁哥布林前线据点的任务 这下子有的赚了 我用一点积分兑换了10个燃烧弹 利用小鸡姐的速度让她去打个游击站 小鸡姐拿着燃烧弹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营币烧得底朝天 通过一晚上的努力已经赚了68分 照这样子再过两天就能购买升级药水了 不过这下子算是彻底惹怒他们了 等我们换一身精良的装备再打回去 突然小鸡姐察觉到附近有动静 原来是魏凯这小子啊 看样子这小子是跟别人组对了呀 而且这属性有了装备强化之后 几乎跟升了鸡一样 这时突然有哥布林朝他们发动攻击 只见那魏凯一刀下去 那哥布林就被轻易解决了 这斩鸡的速度甚至比小鸡姐还要快了 可是这时候小鸡姐的面板提示 吃醋状态的小鸡只要属性点 比他少的都能做到一击必杀 而且魏凯这小子小心眼得很 但凡他有机会一定会疯狂报复我们 既然如此 那可不能放过这小子 千万不要惹任何母性生物不高兴 否则可能咔嚓一下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原本我只是说魏凯的挥刀速度 可能比小鸡姐还快了 结果听完这句话的小鸡姐吃醋了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但小鸡姐的气势 令众人瑟瑟发抖毫无反抗之力 陆可七也知道 魏凯那么多装备加成都被一击解决 那自己肯定也不是对手 但小鸡并没打算接着出手 解决魏凯之后便直接离开了 陆可七见状立马装模作样地叫嚣道 怪物 你杀了我队员我陆可七和你施不两立 那队员还以为真是队长把怪物吓走了 立马兴奋起来 但其实陆可七也差点被吓得瘫倒在地 第三天 在森林里有对情侣被哥布林追杀 没想到被哥布林追杀的男子 竟然为了逃命对自己的老婆下手 一枪打在老婆的腿上 将自己的老婆活生生地送给哥布林 但自己最后也没能逃掉 经过几天的探险排行榜的人越来越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原本以探索的区域又被哥布林重新占领变案 如果在这么长词以往下去口粮倒是问题了 这时小鸡突然拿起一只哥布林 只见那面板提示道 虽然哥布林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但是食用后会有大恐怖 这大恐怖是个什么鬼 系统居然还跟我打哑鸣 眼见这小鸡姐立马就要下嘴 嘴下留人了 小鸡姐 那东西不能吃啊 男子一天要吃十公斤的狗尾巴草 立志要将整片森林的草全吃光 别人还以为这男子是饿婚了 但其实这些在男子的眼里都是美味佳肴 在森林里待了几天之后 我携带的口粮都吃完了 我想叫商城给我推荐一些野外生存的口粮 但这商城竟给我推一些离谱的口粮 什么龙丹凤胆一份就要我六万多积分 我将筛选条件设置成五积分以下 结果就出现了劣质药剂 使用一次可以十天不进食 但是也要五积分 这要算下去两个月就要三十积分 想想还是好多呀 不过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正适合的天赋啊 看着那些人只能买劣质药丸 而我却在一旁高高兴兴啃起了草 原本还在担心这草的味道会很难吃 没想到有了垃圾桶天赋 这草都变成了美味佳肴 周围的人看着我吃草还以为我是饿傻了 吃饱喝足之后赚积分都铿锵有力 经过这几天的暗中观察 悄悄和小姬姐布置的陷阱 消灭一支哥布林正规军就能获得二十点积分 但是这帮哥布林正规士兵的实力不弱 虽然小姬姐还能解决 可面板已经提示 现在小姬姐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看样子我得提升一下我的实力了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精神力增加了 现在我的精神力已经到达上线了 终于可以购买升级药水进行升级了 带着小姬姐到商城购买了药水 这可是两百积分才能兑换的灵级升级药水 一滴可都不能浪费了 喝完我立刻就感觉到了自己的思维速度 在变快眼神也更加敏锐 而且我也明显感觉到了 我和小姬姐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 我打开系统 升级后我获得了一点技能点 可以再学习一个职业技能 或者升级怪物契约天赋 虽然升级怪物契约可以再契约一个怪物 但现在还没遇到像小姬一样实力强的怪物 所以还是先学习技能吧 紧接着我获得一个鼓舞士气灵级 技能效果可以指定一个契约怪物 在力量和敏捷上都获得一点强化值 持续时间60秒 每天可以使用5次 这强化幅度不小 关键时刻说不定可以扭转乾坤 升级之后灵级的精神锻炼术就没用了 又花了60积分购买了一级的精神锻炼术 明显感觉到这一级锻炼速度比灵级的快多了 顺便看看剩下的积分还能换点什么道具 然后带着小姬姐接着刷怪去 还好我拥有垃圾桶天赋 就算是吃屎都十分美味 每天只要吃上10公斤狗尾巴草就能果腹 直接就省下了30积分 升级之后我感觉实力大增 便带着小姬姐找哥布林刷积分 正巧遇到一只落单低哥布林 便让小姬姐手下留情 用它来试试我升级后的实力 哥布林见小姬姐主动让开 估计也明白什么意思 抄起石锤就冲了上来 我剑状丝毫不慌 只见那哥布林的攻击轻易的就被我的护照挡住了 哥布林见状也被震惊 毕竟这护盾可是我花40积分换的 可以防御大部分的攻击 每次抵挡攻击都会消耗能量 刚刚测试了一下森林哥布林的攻击 也只消耗了1%的能量 既然防御力测试完了 接下来就该试试我升级之后的攻击力了 看看我一级之后的拳力一级有多强 哥布林见状急忙将石锤护在身前 我将全身力气集中在拳中 一拳打在了石锤上 哥布林见状十分尴尬 没想到自己竟然安然无恙 哥布林反应过来后举起石锤就要反击 看来我自己还是很弱呀 我直接发动新获得的技能鼓舞士气 给小鸡姐增加属性 有着技能只要运用的好 就算面对抱团的哥布林也可以一转攻势报仇 面对落单的哥布林更是不在话下 不过我自己还是手无腹机之力的吉祥物啊 看来只能专攻软犯王的天赋发挥最大的功效 别看这鼓舞士气技能只能提升一点属性 但是实力的提升却是巨大的 接下来恐怕要多做任务提升实力了 每天一日三餐吃草当零食 别人以为我是饿傻了 但在我眼里都是山珍海味 一天不吃个十公斤就浑身不得进 只因为我有个垃圾桶天赋 吃任何东西都是山珍海味 这样我在森林里刷怪就不用为口粮烦恼了 随着我在森林里没日没夜的刷怪 也让我成为所有哥布林的宿敌 他们现在见到人类就杀 碰巧在森林里遇到有个哥布林要对一对母女下手 还好我及时让小鸡姐出手救了他们 那对母女不可置信 为什么第一关的蜘蛛怪要救他们 而陆可七早已计划突袭的哥布林据点 也被我和小鸡姐提前攻占 陆可七还疑惑是谁提前抢了他们的点 但看见是小鸡姐的时候 却把她吓得六身无主 立刻让自己的小队隐蔽 她发现现在的小鸡姐比之前还要强 就算整个小队一起上也未必是对手 一群哥布林在小鸡姐的镰刀下就像割韭菜一样简单 虽然陆可七十分害怕 但还是要在自己的队员面前强装镇定 找了个借口说小鸡姐可能是古神的特殊精英怪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那群队员还信以为真一个劲地夸队长深谋远虑 这些天随着小鸡姐在森林里的名声传开 那些被小鸡姐救下的人心怀感激 认为小鸡姐是古神派来的援军 但因为小鸡姐不断地抢走森林里的 哥布林小队积分也引来一部分人的不满 可不管怎么样因为小鸡姐 我们逐渐站稳了脚跟 才让那些哥布林没能继续推进据点 不管小鸡姐的名声多么响亮 我也只是一个躲在小鸡姐背后的弱鸡小正台 这几天不停地刷怪 辛辛苦苦又攒了60积分 等级升级之后 我发现能够让小鸡姐离开我的极限距离 也增加到了500米范围 这时眼前突然跳出任务宝箱 恭喜完成一分钟内击杀十只哥布林成就 获得紫色稀有品质宝箱 我正想打开看看这宝箱里有什么奖励 但刚伸手就被宝箱阻止了 紧接着系统提示宝箱需要回到据点才能打开 而且再次提示 森林哥布林之敌初级成就已生效 森林哥布林萨满组建了一支讨伐你的联合部队 我心想之前普通的小队大概是十人左右 这联合部队的话看来是要来大的 第十八天 在月光下哥布林萨满正在祭祀 森林哥布林有一群深骑人马的战士 他们将扮人马残忍调教让其顺从 深骑人马的哥布林各个属性都会增加 在哥布林萨满的号召下 他们集结了一支精锐的骑兵来讨伐我们 而我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来应对 我准备了一些道具并和小鸡姐想好了应对战术 我们这两天四处探勘 终于找到了一处特别适合布置陷阱的地方 小鸡姐在半径300米的范围布置蛛丝 这样只要有人接近小鸡姐就能立马感应到 鸡姐突然感应到附近有人接近 我倒要看看专门讨伐我的连队到底有多厉害 只见有一群深骑人马的哥布林骑兵 这人马是一级状态 而且因为被哥布林残忍调教的原因精神力为零 但是敏捷属性极高 哥布林在和人马合一的状态下属性极高 系统提示最好是将哥布林和人马分开 紧接着又出现一条系统任务 全灭森林哥布林联合讨伐部队可获得20级分 没想到这次竟然还有骑兵 看样子一开始就得发动鼓舞士气技能了 得到鼓舞士气加成的小鸡姐一跃而上 但是由于人马敏节度极高 小鸡姐的这一击竟被躲过了 那哥布林剑状急忙趁势反击 不过有鼓舞士气的加成 只要小鸡姐不被完全包围都能全身而退 眼见哥布林骑兵一个个的踏进陷阱 我急忙让小鸡姐割断蛛丝放下陷阱 早已用蛛丝布置在树上的巨石全都一落而下 砸得哥布林骑兵人养马翻 紧接着小鸡姐趁势将哥布林骑兵全都一击毙命 我以为终于成功将他们解决 但我看系统面板并没有提示任务完成 就在这时哥布林萨满突然出现在小鸡背后 就在他要袭击小鸡姐时 我急忙将小鸡姐召回 哥布林萨满的这一击直接将地面轰得四分五裂 还好及时将小鸡姐召回 不然吃到这一击的小鸡姐估计也得中伤 不过这样也将我的位置暴露了 那哥布林萨满的属性由于秘书得到了强化 而且还有隐身技能 小鸡姐也没办法平蛮力和他对抗 只见那哥布林萨满再次隐身 我眼见不敌急忙掏出传送卷轴 在他接近我之前我已经启动回程卷轴离开 眼看着我们逃走的哥布林萨满 不甘心地怒吼起来 身价过亿的富二代当街乞讨 想用一亿换我一点积分 只因沉浸在曾经的权力与富贵中不愿醒来 最终只能沦落街头 传送回到城里后 发现这时候的城里也有不少人探索归来 这时候看见陆可七的队伍从我眼前经过 看着陆可七一身的精装 挺佩服他不仅在剥削队员的同时 还能让队员死心塌地地追随他 我特地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准备打开宝箱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提升战力的宝贝 只见一道紫光乍现 暗骨神 白蓝紫金红五个等级的排序 这一下就开出了紫色稀有品质了 而这开出的是一盒药丸 按系统提示 使用这药丸之后可以让服用者变成另外一种存在 但自身没有变化 属于五级幻术 持续时间24小时 可被五级以上预言戏技能识破 那有了这东西 我不是可以混进哥布林队伍偷偷捅那萨满的腰子了吗 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哥布林的语言问题 我用商城助手搜索出翻译糖果 使用后可以与哥布林流畅交谈 不过我可没打算在商城助手购买消耗次数 毕竟人都已经在据点了 我直接去商城买就行了 探索的第26天 萨满带着哥布林大军在森林里讨伐人类 他们在森林里四处寻找我的足迹 但凡遇到人类二话不说直接解决 系统赠送我一个紫色稀有品质宝箱 打开后竟然是一盒身腿瞪眼完 效果就是能将自己随意设定成任何东西 正好我在森林里遇到一只落单的哥布林 我叫小鸡姐趁机将它解决之后 便吃了药丸假装哥布林混入队伍 虽然在外形上并没有任何变化 但其实在他们眼里我就跟他们一样 我假装遇见了仇敌 让他们吹响号角 这时听到号角声的萨满朝我们这边赶来 萨满问我们仇敌与那只可恨的蜘蛛在什么地方 我随意指了一个地方想将多余的士兵引开 而萨满也不出意外地叫骑兵队先上前追击 我查看他的面板 这时的他并没有使用秘术加成 所以属性并不高 所以现在正是偷袭的时机 我假意向萨满报告还有一件重要的情报 萨满此时对我并没有什么戒备 便让我上前报告 这就刚好让我有了可乘之机 等我靠近到足够的距离的时候 立刻就让小鸡姐出手 还没等萨满反应过来就已经倒地不起了 这时那些哥布林士兵也反应了过来 我急忙对小鸡使出鼓舞士气技能 没了萨满之后 有了属性加成的小鸡姐对付这些士兵都是轻而易举 片刻间小鸡姐就将眼前的士兵全都解决 这鼓舞士气的技能还真是好用 真期待第三个技能 可惜要到五级才能解锁 这是剩下的两只哥布林害怕的威胁道 你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哥布林神明会诅咒你的 我一听这哥布林居然害怕到用这么低级的骗术 可突然跳出系统提示 你已击杀哥布林联合部队达成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终极 获得阿加沙的宝箱 成就哥布林之敌终极以生效 你已经被森林哥布林大萨满视为头号大敌 看样子这仇恨值应该就是诅咒了 而且还有大萨满 一听就比普通萨满厉害少说得二级吧 那两只哥布林看我没反应以为我是害怕了 不过既然如此 要不我就想个办法把森林哥布林都斩草出根了吧 我朝两只哥布林问了几个问题并威胁道 只要你们老是回答我会给你们一个痛快的 毕竟我又不是什么恶魔呀 我万万没想到我吃下药丸变成哥布林后 近以来哥布林半夜趁我睡觉偷吃我豆腐 没想到因为软饭王的影响竟吸引来了特殊哥布林的性质 在古神据点 陆克七召集各大强者进行会议 陆克七说到想必大家都察觉到 最近森林哥布林的实力比一开始强了许多 这时雷正站了起来说道 那又如何 怪物变强我们也在变强 其他的强者也跟着硬打 但陆克七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陆克七在探索期间触发了一个主线任务 他将任务分享给其他四人 这主线任务为清理森林哥布林 目标摧毁哥布林雷霆部落和森林哥布林祭坛 但郑池却认为陆克七没安好心 提议让陆克七带队 陆克七看出了郑池的想法 提议议会模式组团 另外两位强者也同意议会模式组团 但于敏事先声明到 如果所谓的议会有为我信念 我第一时间退出 陆克七也保证议会来去自由 不会为难大家 在森林里 我凭借着强化后的小鸡 将萨满带领的哥布林队伍全灭 以防他们将我能变身 哥布林的消息传出去 而在森林深处的雷霆部落 有一个祭坛 祭坛由哥布林里最强大的大萨满镇首 只要这个祭坛 还在就会不断地生出哥布林 这时我也收到了 古神的主线任务 主线任务就是摧毁雷霆部落和祭坛 因为大萨满的召唤各个部落 都派出了代表前往雷霆部落 我也趁机假扮成哥布林混进队伍 但是这队伍中 却有个哥布林对我起了兴致 他说自己跟大萨满很熟 可以带我去见他 我看了一眼面板 没想到是个好色的哥布林 看来是我软饭王的天赋起作用了 天黑后所有的哥布林都睡觉了 但那好色的哥布林 却趁机对我有了想法 就在他要偷吃我豆腐时 我直接换出了小鸡姐 这时远处出现一道闪光 还没等我出手 竟然就有人放案件 射中了这好色哥布林 难道是有完工的古神战士 在狙击这里吗 还没等我弄清情况 更多的箭与迎面而来 那些还在睡梦中的哥布林 一个个都被解决 我急忙掏出防御道具抵挡 毕竟现在的我在他们眼中 也是哥布林 没想到我伪装成 哥布林混进队伍 半夜就遭到人马妹子的偷袭 所有的哥布林都全军覆没 多亏我有软饭王天赋才得以幸免 半夜 哥布林队伍竟遭到偷袭 还好我及时开启护盾抵御 不过这一件竟然能消耗 我护盾2%的能量 而且这狙击手已经锁定了我 除非我用传送 不然是甩不掉他的 小鸡姐似乎是没有逃跑的打算 既然如此 那怎么能还没打就跑呢 我对小鸡姐准备好哺乳士气 可对方的攻击突然停了 这时我才依稀地看见 居然是一个半人马在偷袭我们 而且还是个半人马娘 他不断地在攻击与不攻击之间犹豫 看样子使我软饭王的天赋起作用了 我赶紧打开商店 一次性购买了十颗翻译糖豆 我可不知道他跟哥布林有什么深仇大恨 吃下糖豆后急忙喊住人马姐姐 我可不想死得这么圆 人马听到我会说他们的语言愣住了 我紧接着骗他道我也是半人马 是被森林哥布林恶毒的诅咒才变成这样 估计是软饭王天赋的缘故 他居然相信了我说的话 而且面板也变成了友善 我对他解释到我是为了报仇 混入了一只森林哥布林的队伍 人马姐也对我感到同情 可一旁的小鸡姐见状却吃醋了 人马姐看了眼一旁的小鸡姐 我急忙对他介绍到 这是和我签订契约的小鸡姐 人马姐紧接着就拉住小鸡姐的手表 是感谢 看来这般人马的性格倒是爽了 相比与蜘蛛妹对我的深爱感情不同 这般人马对我是比较可怜同情 不过正好可以利用他对哥布林的仇恨 我问人马姐他的族人在哪 可以一起行动报仇 但这时半人马姐的表情却阴沉了下来 没了 家人 朋友 族人 都没了 没想到我原本看见哥布林骑着的半人马 居然是因为半人马已经被灭族了 这是森林里仅存的一只半人马 所有的半人马都被森林哥布林灭族奴役 我靠着软饭王的天赋成功获得了半人马娘的好感 原本还想着结合半人马部落一起攻打森林哥布林部落 现在看来只能和这唯一的半人马娘合作了 我现在是哥布林的样子也能很轻易地混进哥布林内部 小鸡姐也能钻进我的影子里跟我混进去 人马姐姐看着小鸡姐进入我的影子自己也想钻进去 不过这只有和我弟姐契约的才能做到 人马姐姐说到只要能报仇做什么她都愿意 现在的我只能契约一只怪兽 不过我倒是有另一个办法 就是带上项圈伪装成我的奴隶 人马姐看见项圈立马警惕起来 我向他解释道 这邪恶道具上的诅咒力量已经消失了 现在就是个普通的项圈 人马姐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 也确实感觉不到诅咒的气息了 我之前在解决掉骑兵哥布林时 就试图解开项圈解救那些半人马 但是项圈一旦被破坏诅咒就会入侵心智 让半人马发狂开始无差别攻击 所以之后我都是直接让小鸡姐斩杀 不过这也是目前唯一能让他们解脱的办法 而触发过诅咒的项圈也会失去力量 原本收集项圈打算带一些半人马部落的人 混进哥布林内部 不过现在能派上用场的只剩一个了 在此之前我询问了人马姐的名字 人马姐介绍到自己叫做米亚 感觉这是一个偏西式的名字 我也给自己假装了一个名字叫林 不过潜入内部还需要人马姐扮演好奴隶的样子 米亚戴上项圈之后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扮演 只不过这演技恐怕是要调教一段时间 希望我身上带的取代药丸能撑过这段时间 在探险的第35天 许多哥布林应照来到了雷霆部落 不过这看门的哥布林却借此进行敛财 他让每个想进雷霆部落的哥布林献上礼品 而那些不富有的哥布林 也会被他拒之门外 还会借此惩罚他们 不仅仅这看门的哥布林贪财 而且还极其好色 看见这哥布林母女竟还想将他们收为自己的奴隶 正巧这是他的手下来报到 看见了一个很有钱的哥布林 还带着半人马奴隶 当然他们说的这个就是我 不出意外的我们也被他拦住了 我带着米亚伪装成哥布林想混进部落 却遭到了哥布林门卫的阻拦 那哥布林门卫贪财好色 看见我带着半人马奴隶就想从我身上脸开 好在我提前使用替代药丸 幻化成了森林哥布林使者的样子 那门卫直接拦住了我们教导 大萨满说了 禁止低贱的平民踏足雷霆部落高贵的土地 看来但凡有智慧的种族就会发展出阶级不平等 这时任务系统突然提示 贱民也有怒火 这守卫居然骂你贱民 建议打脸回去 打得越狠奖励越多 最低20积分最高30积分 哥布林门卫上下打量着米亚说道 你这半人马奴隶不能直接进去 要交税 这森林哥布林还真是贪婪自私狂妄 果然是简单易懂的生物 不过幸好我早就准备好对付他的方法了 正好还触发了打脸任务 我直接掏出了从好色森林哥布林使者身上收刮的令牌 那哥布林门卫看见这令牌也被吓到了 心想能成为哥布林使者的都是贵族 这是一旁的哥布林小弟还在眉眼利剑的叫嚣 直接被哥布林门卫一脚踹开了 立刻就对我点头哈腰起来 属性念版也从中立变成了友善 我看了眼一旁被他们欺负的哥布林一家 便让他们跟着我进部落 那哥布林门卫也很是抬举的放我们进去 进去之后我看了眼系统面板 发现刚刚那个打脸任务并没有完成 不会这个打脸任务是要我真的打脸吧 我也不过是普通使者 做死也没这么做的 反正也是个小任务先放着不管吧 雷霆部落是哥布林最大的部落 高低分成三层 最底层的是没有战斗力的平民哥布林 负责日落不息的工作为部落奉献一切 第二层是拥有战斗力的哥布林士兵的住所 第三层是贵族哥布林居住的 他们无需劳作就能享有一切 而且据说这贵族哥布林身体里流淌着十足之血 精神力都特别高 能掌握一些咒法 强大的力量衍生出来的就是权力 而雷霆部落最中心的神殿是世界森林哥布林一族的骑士 是地位最高的大萨满的住所 原本打算第一时间拜见大萨满 但却被门卫拦住了 在大萨满召集使者商讨之前不允许任何人拜见 我们也只好先离开从长记忆 我找到了原本好色哥布林使者在这的住所 先带着米娅姐和小鸡姐在这休息 小鸡姐在住所的附近布置了陷阱 而我这时候也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没想到哥布林部落也有阶级分层 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可以煽动这些阶级底层的人反抗 部落乱起来我就有机会给大萨满的妖子来一包 毕竟大萨满身边的守卫太多 正常情况下很难近身 第二天一早 我们来到了哥布林集合广场 只要这里的鼓响了所有哥布林都得来这集合 不过只有紧急事件和大萨满下令才能敲响 我刚敲响就有守卫准备阻拦 但立马被一旁的哥布林守卫拦下了 因为我现在是使者的身份 他们第一时间也不敢乱来 部落里的哥布林陆陆续续的集结在了一起 我眼看大半个部落的哥布林都到场了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激动人心的演讲了 同胞们 我梦中得到了始祖的启示来引导你们 消灭种族之敌带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些哥布林似乎没听懂什么意思 并不相信什么始祖降临 我紧接着对他们说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工作越来越多可分配的 吃得越来越少 就算拼尽血汗但战功也无法补偿你们的付出 你们可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只听那些哥布林大喊道 都是因为种族之敌 我立刻怒斥道 错 造成这一切的都是不公平 是我们部落内部出了问题 那些哥布林听完还是没明白哪错了 似乎我说的话太过复杂 他们并没听懂 看样子我是太高估他们的智商了 我被过身偷偷地找小助手 推荐一个50积分以下增强说服力的道具 但系统却显示没有这类道具 见状我只好去掉价格限制 显示最便宜的就行 紧接着就显示了一个70积分的道具 但是我现在只有60积分 上哪凑这10积分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这不是我刚进部落时遇到打脸任务的守卫吗 来得正好 是我打脸一拳 我一拳轰在了哥布林守卫的脸上 引得哥布林守卫火帽三丈 好在我及时对换了增强说服力道具 我对着道具怒斥这守卫哥布林的无耻脸才行为 激起众多平民哥布林的共鸣 那些贵族想保着哥布林守卫也不好出手 这守卫哥布林被众多平民哥布林的反抗声包围 这世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哥布林萨满 据说这是年轻一辈最出色的萨满是大萨满的继承者 可因为沉迷酒色掏空身体弱的一批 可惜来的居然不是大萨满 那哥布林守卫看着萨满来的急忙就举报了我 我接着用道具扇动着底层哥布林 有了道具的辅助那些哥布林已经被我动摇了 而且那些母哥布林也被我迷得神魂颠倒 在我不断地扇动下 那些哥布林渐渐地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萨满剑撞急忙叫守卫上前将我制服 但被米亚舍的剑拦住了 我接着煽动着不攻和那些贵族的剥削 萨满急得一脚将守卫踹上来阻拦 那些被剥削的平民哥布林想着自己辛苦工作 却连饭都吃不饱 身边的家人只是贵族取了玩弄的奴隶 那些贵族听完立马不乐意了 我眼见那些哥布林要被我说服接着火上浇游 可就在这时 那些哥布林骑兵也终于要动手了 但是被那些平民哥布林挡住了 看样子他们已经被我说服了 萨满下令要把这些党路的平民全杀死 可那些母性哥布林也拦住了他们 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贵族哥布林 那些骑兵哥布林见自己的母亲 也在其中就不敢再动手了 也多亏那些贵族压迫了底层哥布林这么久 才能被我煽动 不过这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 能激起他们怒火的办法了 我高举双手朝他们走去 我愿意投降 请萨满巨牙将我关起来吧 我成为了部落里所有母性哥布林拥护的对象 他们将我看作救世主 我主动让萨满将我关入地牢 并说这是为了保护大家 不让同族的哥布林因我而发生争吵时 那些底层哥布林听的感动流涕 母性哥布林更加死心塌地 并愤怒地警告萨满要是敢伤害我 他们立马堕了他 我主动伸手让萨满将我带走 可听完那些母性哥布林的话 萨满顿时火冒三丈 但碍于众怒难犯 他并没有立刻对我动手 只是叫哥布林守卫先将我关入大牢 不过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在另一边的哥布林战争中 陆可七他们正计划着 如何进攻森林哥布林大本营 但这时陆可七收到了消息 原本去寻找半人马部落支援的敏队长 发现半人马部落早被森林哥布林消灭了 陆可七没意料到森林哥布林原来这么厉害 原本和半人马部落联手的打算 也要重新计划了 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 只能先提升古神战士的整体实力 虽然陆可七很不想这样做 但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大家将多余的积分贡献出来 帮助那些没有积分的人武装起来 在我被关在大牢的几天后 那把我关进大牢的萨满前来看望我 看着我被关在大牢落魄的样子 那萨满得意洋洋地朝我说道 大萨满已经知道你的行为了 准备在消灭种族之敌后当众将你处死 虽然我现在不能杀你 但是我可以折磨你 看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丝毫不慌 眼见那哥布林萨满掏出皮鞭就要抽我 我直接让躲在影子里的小鸡姐动手 那哥布林萨满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 小鸡姐直接手起刀落 差点就死在小鸡姐刀下的哥布林萨满一脸惊恐 她摸着自己的脸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立刻就向我们求饶 心想只要惊动外面的守卫自己就有救 小鸡姐直接吐司将她的嘴封住 安静 我是不会杀你的 毕竟我要是越狱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 哥布林萨满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我叫小鸡姐直接将她挂起来 再叫米亚去隔壁杂物间把被收走的武器拿回来 那哥布林萨满还是不死心地看着我们 心想那些看守都认识她 一会就会发现自己 不过她这点小心思都被我看破了 虽然在我眼里这些哥布林都是一个样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干脆直接把你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妈 外面的守卫听着惨叫还以为是萨满在折磨我 经过我一番折磨 现在这样应该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吧 更保险一点 我将她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扒下来了 这下子让她做我的替身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不过我这个人心善 最见不得别人怀着希望然后破灭的惨状 所以我直接提前让希望破灭吧 那萨满没明白我在做什么 不过她眼睁睁地看着我 恢复成种族之敌 然后又变成自己的样子 瞬间就感受到了绝望精神崩溃 看着她精神崩溃的样子 就不用担心她会使用什么咒术了 而且她这饰品似乎是增加敏捷属性的道具 我尝试佩戴在自己身上 但是丝毫没感觉有什么变化 打开属性面板 除了使用精神升级道具的经验 增加了其他并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小鸡姐似乎对这个项链很感兴趣 既然她想要那就送给她吧 反正自己留着也没用送给她 还能增加好感度 上一秒还在嚣张跋扈嘲讽我的哥布林萨满 下一秒就被我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直接给她扒光绑了起来 紧接着我就用替代药王伪装成了她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的哥布林萨满直接精神崩溃 从她身上搜刮来的道具项链给小鸡姐戴上之后 也让小鸡姐的移动属性增加了一点 看来这道具是魔物专属道具 难怪我戴上时没有效果 照这看来 商店购买的道具只能我自己用 打怪得的道具只能给魔物用 而且我发现小鸡姐还能携带少量的物品储存在影子里 我让小鸡姐继续将我的替代药丸存放到影子里 这替代药丸真是个好东西 可惜只能让我变成我见过的存在 要不然我直接变成哥布林十足显灵 完成任务不是分分钟的事 寻找到武器的弥雅姐也在这时候回来了 看见我变成了萨满的样子 第一时间还没有认出来 我跟她解释到这是诅咒 又让我发生了变化 紧接着我便利用萨满的身份 带着弥雅姐离开了大牢 途中虽然遭到了守卫的质疑 但是凭借着萨满的身份 他们也不敢阻拦 靠着萨满的身份 我顺利地来到了大萨满宫殿 以汇报工作为由 见到了大萨满 但是大萨满无时无刻 都保持着强化状态 完全没机会下手 汇报完工作我就离开了宫殿 这时在哥布林部落的另一边 有两个古神战士 被哥布林士兵活捉了 那些哥布林士兵 正在考虑要怎么折磨古神战士 还好在这个时候 我路过拦住了他们 没想到这些人 也已经探索到了雷霆部落 其中一个古神战士 见状立刻向我求饶 只要能放过他甘愿做我的奴隶 当说完立刻就遭到了 另一个古神战士的怒斥 只见他反驳道 去他的联合队 不过就是给我点积分 就想我卖命 以为我是傻子吗 没想到路可七 居然还会主动分享积分 不像是他的风格呀 这是一个能让人 做任何事的喇叭 你只要对着这个喇叭说话 听到的那些人 就会被你捕获 原本打算在村子逛逛 结果正巧碰到了 两个古神战士的处刑现场 便顺手利用萨满身份 将这两人救了下来 我借此打探这些守卫 对之前我在广场上 说的那些话的看法 虽然这个战士 在表面上表示不满 但其实内心 已经被那番话动摇了 晚上我来到了哥布林军营里 接着之前广场上 说的那些话 接着怂恿哥布林士兵反抗 但那哥布林士兵表示 大萨满就代表 哥布林始祖的意志 他这么做肯定是为了我们好 看来大萨满的意志 已经深入这些哥布林的脑子了 需要拿出之前购买的道具才行了 只要对着这个喇叭说出来的话 那就可以增强说服效果 靠着这个道具确实效果显著 哥布林守卫 也从原本中立的情况变成了友善 但其中的一个哥布林守卫 叹了口气说道 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 无名者站了出来 结果被关进了大牢 就算你归为萨满 也无法违抗大萨满的命令 我们这种普通战士就更没用了 我们根本改变不了这个部落 毫无希望啊 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毫无希望 哥布林守卫一惊 我接着说道 我在大牢里探望了无名者 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认为很有意义 假如有一个巨大的死亡诅咒魔法阵 绝无破绽且万难摧毁 在魔法阵里有许多沉睡的童族 不久就会被抽干生命力 但是他们被施了沉睡魔法 纵然会被献祭 也不会感受到死亡的悲哀 这时候一只森林哥布林 出现在魔法阵外 只要他努力大喊 就能唤醒那个童族 让他们尝试自救 但是自救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而且一旦自救失败 被唤醒的童族 就要承受活活 被抽干生命力的痛苦 男人第一次尝试用嘴说话 但却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无奈之下只好借助这个说话喇叭 只要朝着这个喇叭说话 不论说什么 听到的人都会被捕获 不过在面对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时 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回答 旧的话 他们还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万一失败了 他们会在痛苦中死去 对这个问题他们毫无办法 这时我对他们说道 那个哥布林从外面闯了进去 不是在外面看着呼喊 而是决定与童族命运与共 亲自唤醒童族 最后依靠着全部哥布林的牧民 破坏了那个死亡诅咒魔法阵 这 这种是真的可能吗 不管可能性多大 如果不去做的话就是毫无可能 不管可能性多小 只要去做就存在希望 而无名者大之就是主动走入魔法阵的哥布林 他已经唤醒了我 我愿意继承他的意志唤醒其他人 你们呢 听完我的演讲 那些哥布林守卫愿意追随我 就这样 哥布林守卫这边我已经攻略达成协议了 接下来的两天 我不断地在煽动底层哥布林 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就能发动兵变 碰巧这时候那些母性哥布林出现 因为之前萨满当着他们的面带走了我 所以他们对我现在伪装的萨满抱着敌对的状态 不过因为是自带软饭王的天赋 部分母性哥布林还是对我现在的身份保持友善 原本还打算去找母性哥布林制造契机 没想到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 通过我深情并茂的演技加上软饭王天赋的加成 母性哥布林也被我轻松拿捏了 我让他们到时敲响先祖战母 一起为无名者发声 但他们担心到时会被男贵族阻碍 我向他们保证到时会站出来阻拦他们 他们顿时投来崇拜的目光 但是我紧接着就找到了哥布林贵族 向他们揭发了这次的计划 母性哥布林按照计划聚众在广场游行 我和哥布林守卫躲在森林里观察着 因为现在还不是叛乱的时候 母性哥布林刚刚敲响战鼓 哥布林贵族就赶到了 怎么会这样 巨牙萨满不是说会为我们说服这些贵族吗 而此时的哥布林贵族其实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便带着哥布林守卫冲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母性哥布林满心欢喜 但那哥布林贵族却一脸震惊 我真是信错你了 没想到你居然假意答应 实则设下陷阱 想要将同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牢狱 那些母性哥布林听完我说的话 以为是哥布林贵族不守信用 但其实是我故意将消息透露给哥布林贵族 好利用他们增强底层哥布林的反叛之心 丽雅姐姐 动手 一见丽雅姐姐一箭射去 直接击倒其中一个哥布林贵族 同胞们 既然我们想要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却想要耍诡计 那就不讲道理了 跟我一起杀进监狱 救出无名者大志 兵变之火已经点燃 接下来就看那个大萨满要怎么应对了 我带着底层哥布林来到了神殿脚下 底层哥布林们在神殿下怒斥着 忽然一支箭射到我脚下 给我停下 再往前折 杀无射 其中一个母姓哥布林说道 他是部落最出色的骑兵将军 他不是外出搜索种族之敌吗 怎么回来了 这种时候我必须维持住士气 接着用喇叭煽动的底层哥布林们 对我煽动后的底层哥布林们叫嚣得更加起劲 接下来要看神殿里的大萨满要怎么应对了 在我的计划之下 成功让底层哥布林发动了内乱 一直攻打到了大萨满的宫殿下 而此时正在祭祀的大萨满 突然听到一个哥布林战士大喊到巨牙萨满带着哥布林反叛了 周围的萨满听到是巨牙萨满率领的反叛都难以相信 巨牙萨满一把抓住哥布林士兵确认 此时大萨满打断了巨牙萨满 无需紧张 你老是回答便可 被蛊惑的贱民数量虽多 但应当并无战力 为何獠牙迟迟不能将他们镇压 是 是因为除了那些底层贱民 巨牙萨满还率领了一批居住中层的战士 还有不少没棍子的贵族也参与了暴乱 听到这话的萨满们一脸愤怒 虽然底层哥布林死在多都能召唤出新的补充 但是战士和贵族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 此时大萨满仍给了巨牧萨满一个手杖 巨牧 你立刻拿着十组图腾过去 要尽可能保住部落的实力 其余的你可以自行决定 拿到图腾的巨牧萨满十分兴奋 多谢大萨满信任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而此时部落外的古神战士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状况 当他发现部落正在内乱 立刻用对讲机通知了陆可七 得知内乱消息的陆可七又会做什么呢 部落内的哥布林正打着热火朝天 虽然哥布林精锐兵的守卫十分有序 但是底层哥布林联合哥布林战士的战斗力也十分强悍 原本只是计划让森林哥布林内斗到元七大伤 没想到这帮森林哥布林的战斗力会这么强 说不定在加把劲直接就能推翻大萨满 就在这时 正在内斗的哥布林们突然都停下了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不动啊 只见神殿上 一个着装像是萨满的哥布林缓缓走下 十祖图腾降临 都给我停手 接下来我将带宣神谕 大萨满聆听神谕 提前下达审判结果 无名者无罪释放 看见系统面板才知道 这是一个哥布林萨满 而且对我还十分有敌意 听到无名者无罪的消息 哥布林瞬间都失去了反叛的意愿 没想到大萨满居然就这样瓦解了他们反抗的动机 如果让他成功我就功亏一篑了 只见萨满边往下走边说道 伟大始祖无所不知 绝无错判 你们却在结果出来之前闹事 幸好大萨满仁慈宽恕你们 速速回家去吧 听到这个消息的哥布林都开始膜拜起了大萨满 果然 这些哥布林对大萨满的尊敬是刻在骨子里的 就算知道大萨满做错事 也只会认为是有间邪蒙骗了大萨满 这种时候要是正面反驳只会起反效果 所以我决定顺水推舟 达瓦里希 我们可以等无名者大志出来为他的无罪庆祝之后再离开 让我亲自进去把无名者带出来 但此时的守卫却不同意了 你不要得寸进尺 大萨满已经宽恕你了 你居然还想为一个罪犯庆祝 听到这我立刻反驳道 既然大萨满都说无名者无罪了 你却说无名者是罪犯 你难道是在质疑大萨满吗 哥布林守卫被我反驳得哑口无言 也只好同意了我的要求 拘木萨满亲自带着我进了大牢 经过底层哥布林的反抗 大萨满只能下令判无名者无罪 但如果就这样结束 内底层哥布林的反叛心就会被安定 我不能让大萨满得逞 便提议要亲自进入大牢接触无名者 那拘木萨满也同意了我的要求 亲自带我进入大牢 等走到大牢深处的时候 我立刻叫出了小鸡姐 直接一刀结果了她 紧接着在众多哥布林的注视下 我抱着被我打得面目全非的巨牙萨满走了出来 怒吼着说道 无名者死了 是被萨满们严刑拷打杀死的 他是被这个部落的不公平杀死的 无名者的死亡令众人惊讶不已 内哥布林守卫也不可置信 明明之前没人审问过无名者 我准备借助着无名者的死亡 再次煽动底层哥布林的怒火 重新燃起他们的反叛之心 在我的煽动下 哥布林的内乱再次爆发 虽然有些哥布林守卫发觉了事情的不对 但已经无法阻止这一切了 底层哥布林的怒火已经吞噬了理智 叛逆的火焰已经在村庄中燃烧 虽然那些精锐的哥布林骑兵十分强悍 但底层哥布林并没有后退一步 众多的底层哥布林数量也让他们难以招架 哪怕面对死亡也丝毫不惧 我们就这样再次攻打进了神殿 那萨满终于露脸了 我带着底层哥布林攻打到了大萨满神殿脚下 可原本处于劣势的神殿守卫 却突然实力大增 居然变得刀枪不入 原来是大萨满对他们使用了秘术 但这秘术却是在透支他们的生命力来换取力量 不过看样子这大萨满终于舍得出现了 只见大萨满背后的两个萨满 正在给神殿守卫施加着秘术 巨崖 闹剧到此为止了 只要你投降我可以原谅你的所作所为 毕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虽然大萨满实力强大 但还是没能看破我变成巨崖萨满的幻术 我紧接着质问他 那如果我投降了 我的同断又该怎么办 凭什么和我谈条件 你的部下只是贱民 他们根本挡不住神殿守卫 接下来只会被串成肉串 允许你投降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 听到大萨满说的话 底层哥布林也希望我能够先活下来 大萨满自信地以为我会顺从他 但我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停下来 那些底层哥布林因为大萨满的威胁也开始动摇 我此刻再次拿起说服喇叭鼓舞他们的士气 他们是我的同伴我的战友 我们立下誓言那就是消灭这个部落的不公平 大萨满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绝无第三种可能 听到这段话的底层哥布林再次燃起了士气 就在这时 前线的哥布林战士突然闯了进来 大萨满大事不好啊 那群眉毛的两脚兽弓打了进来 前线部队恐怕要撑不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萨满们一脸不可置信 只听前线的哥布林战士说道 这次的两脚兽跟之前遇到的不一样 他们不仅拥有精良的装备 领头的还能施展诡异的手段 完全挡住了我们的攻击 听到这个消息的萨满们一惊 种族之敌 这一定就是种族之敌 我和大萨满的战争一触即发 但就在这时前线传来的消息 路可期待领的小队 竟然趁机攻打进了部落 这也算是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假意对大萨满提议停止内乱 一起先对抗外来入侵 其实是想支开大萨满身边的精锐守卫 可大萨满却看出了我心怀鬼胎 他想要趁现在除掉我 下令只要底层哥布林 能够杀死战场上的种族之敌 就能获得贵族身份 贵族身份的诱惑 让那些底层哥布林动摇了 没想到这老东西还真是当机立断 但大萨满并没有就此结束 紧接着又指着我说道 以上律法要想成立 你就必须与我进行一场神圣对决 来偿还所有反叛者的罪孽 看样子这大萨满是故意找了一个 光明正大的借口要除掉我 而且在贵族身份的诱惑下 我率领的哥布林也有不少开始动摇了 这些哥布林都是贪婪自私的 在大萨满的诱惑下 已经心生叛变之意了 不过他这样也让我有了单独靠近他的机会 好 我接受你的决斗邀请 听到我接受挑战 也有忠诚的底层哥布林立马赶出来阻止我 他们知道大萨满实力强大 就是要用这个名义杀了我 劝我不要去 但我以大局为重为借口 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部落的安全 他们没想到我居然这么伟大 原本想要叛变的哥布林也心生愧疚 纷纷都在劝我留下 就连大萨满的守卫都被我此举感动 此刻的我在他们眼中就是救世主的存在 而我最后能否打败大萨满获得胜利呢 陆可气的队伍趁机攻打了前线哥布林 没有大萨满秘书的加持 这些哥布林精锐在他们眼里不堪一击 虽然那些哥布林领队实力稍强 但面对古神战士的联手 也根本不是对手 而此时的我答应了大萨满的挑战后 便随着大萨满进入了哥布林角斗场 这时的大萨满还在自吹自擂的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听着他说的那些废话令我着实犯困 因为在这决斗场内不会有任何观众 所以我就叫米娅姐不用再扮演奴隶了 紧接着就交给她一件之前掠夺的属性加成道具 看见我这个举动大萨满十分意外 你是被吓傻了吗 居然和没有意识的半人马说话 可紧接着就遭到了米娅姐的攻击 大萨满一惊 她没想到失去意识的半人马居然会特殊射箭技巧 但其实米娅姐根本就没有失去意识 我紧接着叫米娅姐再次发动攻击 大萨满立刻让身下的半人马避开 接着发动了秘书 让身下的半人马也能使用特殊射箭技巧 只见两刀箭矢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剧烈的爆炸朝着大萨满袭去 这可是我特意用小猪手滑积分兑换的爆裂剑 看样子效果不错 可等烟雾散去后 大萨满竟然毫发无伤地出现了 没想到她竟然使用了治愈秘书恢复了伤口 可大萨满的战斗一触即发 可没成想大萨满竟然还有治疗秘书 原本被我重伤的身体竟然恢复了 就连底下的半人马有了秘书加成之后 激活了特殊的射箭技巧 果然对付大萨满没那么简单 不过大萨满虽然表面看上去自信满满 但其实背地里故意在拖延时间积攒能量 还好我拥有游戏人生天赋 这些都能被我轻易看穿 难怪这家伙让我这么不爽 原来和我是同类 我想叫米娅姐再用爆裂剑攻击一次 但因为对象也是半人马让米娅姐有些犹豫 我提醒米娅姐她已经没有意识了 想报仇就要有牺牲的觉悟 这才让米娅姐出手了 可在米娅姐出手的同时 对内的半人马也出手了 而米娅姐射出的剑 竟然正好被对面半人马的剑击飞了 我的坐骑原本是半人马部落的酋长 弓箭技艺是最强的 比奴隶的射箭技巧都被看穿了 只见大萨满的面板上提示 她的秘书已经蓄力50%了 我立刻叫米娅姐试行B计划 我让米娅姐将我抱在前面 这样就算在移动过程中 对面的半人马发动攻击 我也能用护盾将他们的伤害全部抵挡住 大萨满还在惊讶我怎么会这个招式 紧接着让米娅姐将我向对方半人马抛去 然后她趁机将所有的爆裂剑射向大萨满 只见爆炸后的硝烟散去 大萨满竟然活下来了 而她的秘书也即将完成 可是还没完 在爆炸后硝烟的掩护下 小鸡姐顺势出击 可没想到 大萨满竟然抵挡住了 果然 在属性上小鸡姐的差距还是太大了 而完成秘书的大萨满竟然仅凭着肉体强度 就扛住了攻击 这时大萨满的额头慢慢地浮现一道印记 她的四周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使用秘书加成的大萨满实力大增 光凭借着肉身强度就能挡下小鸡姐的攻击 这时的小鸡姐看了看我 想知道我接下来的指示 我朝她摇了摇头 只有找到了大萨满的弱点 才能保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 但如果不能 那就只能拼死一战啊 只见大萨满一掌朝小鸡姐袭去 一旁的米娅姐趁机攻击掩护小鸡姐 在米娅姐的掩护下 小鸡姐趁势偷袭 可奈何实力的差距 大萨满一掌就将小鸡姐击飞 紧接着大萨满发动了群体技能 小鸡姐只能勉强地挥动手中的镰刀抵挡 而一旁的米娅姐因为没能躲开 被划伤了一条头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我及时出现挡住了大萨满的攻击 巨崖 你所依仗的战力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 就算你现在就像他又如何 你们最后都会被我内伤 大萨满 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哪怕你经破之力附体 我和我的魔物都没有丝毫动摇吗 哼 你是想说自己是有事 想在死之前为自己争取一点阉脉吗 不 我只是在诉说一个事实 因为我早料到你有这一手了 大萨满一惊 我从未路过这一招 难道你也有 不愧是十二精神 还是有点脑子的 你终于意识到了 紧接着小鸡姐就发动了自己的必杀 首领技能 欲望母神的怜悯 一股剧烈的能量波动 小鸡姐和大萨满的两股能量碰撞在了一起 但就算如此也还是没能攻破大萨满的防护 不过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挡下攻击的大萨满最容易在这一瞬间松懈 紧接着我发动技能鼓舞士气 在一瞬间将小鸡姐的力量和敏捷属性增加一点 瞬间破开大萨满的防御 而这就是我能想到的胜利之法 大萨满被五马分尸 而小鸡姐也耗尽了体力 在大萨满的残骸中我又找到了一件装备 小鸡姐似乎很喜欢这些装备 我给小鸡姐换上之后 敏捷属性也就比先前提升了一点 不过因为是虚弱状态 所以此时只有十点敏捷 这时的小鸡姐突然拿起了旧装备就往嘴里送 我急忙喊住了小鸡姐 从小鸡姐的面板上看 这个装备并不能叠加属性 可小鸡姐似乎很喜欢吃 既然如此反正也没用 就给小鸡姐当零食吃增加好感度也行 可没想到刚吃下装备后 小鸡姐的面板再次出现提示 由于身体吸收了某某的力量 小鸡姐的身体出现了进化的趋势 这某某力量是个什么鬼啊 不过小鸡姐身体出现了进化趋势 对我应该不是件坏事 这时一旁的米娅姐喊住了我 她抱着重伤的半人马 希望我能够救她 但这半人马失去意识 那个奴隶项圈也已经让她的灵魂都消失了 所以我只能遗憾地告诉米娅姐 这个半人马已经救不了了 听完的米娅姐十分伤心 但我鼓舞她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就是摧毁神殿中心的祭坛 只有这样才能让哥布林不再出现 这才让米娅姐重新打起了精神 虽然米娅姐的情绪很丰富 但关键时刻没有被感情拖累行动 而且心思还十分单纯 感觉挺适合缔约的 而此时另一边的哥布林战场 那些因为我开始反叛的哥布林 也因为大萨满的诱火根本迷熄 因为大萨满的一句话 他们一个个的都争先恐后地 抢着立功得到贵族身份 虽然还有部分忠诚与我的哥布林在劝说 但是面对这些已经被利欲熏心的哥布林 已经没有用了 而我这时也已经来到了神殿的脚下 没想到都到了部落存亡之战 神殿居然还留有守卫 不过这一切终于就要结束了 哥布林的最后决战一触即发 陆克期待着古神战士发动总攻 在一顿激情的演讲下 古神战士的士气被点燃 此时与哥布林的战斗瞬间打响了 而我也到达祭坛脚下 现在我只要把祭坛摧毁就完成任务 这时祭坛突然发生一动 一股能量从祭坛中迸发而出 直直冲向哥布林战场 直见这股能量进入哥布林身体后 哥布林力量大增 瞬间逆转了战场局势 陆克期意识到大势不妙 如果再这样下去就算赢了也会损失惨重 接着将指挥权转交给郑池 自己立刻投入到了前线战斗 而此时的祭坛还在不断地冒出黑气 虽然不知道这黑气有什么效果 但我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便喊小姬姐上去将祭坛捶爆 在小姬姐的镰刀下 一击就让祭坛出现了裂痕 可紧接着祭坛中更多的黑气冒出 虽然我有防护罩的保护可以防止黑气入侵 但护罩的能量缺掉的飞快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小姬姐和米娅姐还裸露在黑气中 但当我转身看向他们时 发现这黑气似乎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并且系统面板显示这黑气力量是魔物的最爱 不但可以治愈魔物还能促进魔物成长 没想到黑气居然对魔物还有好处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祭坛散发的黑气令小姬姐无比兴奋 这黑气不仅让小姬姐恢复了伤势 还让她的全属性提升了 米娅姐 没事 不用担心 小姬姐姐没事的 不过这黑物竟能让小姬姐成长 可为什么米娅姐没有任何变化呢 难道说是和这个某某有关系 这是我手背传来的一阵刺痛 小鸭姐的身体似乎是出现了状况 只见面板提示小姬姐吸收的能量已经到达极限了 小姬姐姐 把祭坛彻底破坏 然后我们离开这里 米娅姐姐 只见小姬姐和米娅姐同时发动了攻击 同时战场上的哥布林也失去了力量的加持 瞬间哥布林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森林哥布林身上古怪的力量消失了 他们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跟我杀 那些哥布林的精锐眼见情况不对就立刻撤离了 而这时陆克7的系统面板上显示 摧毁哥布林雷霆部落任务完成 接下来只要去摧毁哥布林祭坛任务就能完成了 但此时祭坛早已被我彻底摧毁了 系统也显示任务完成了 不过陆克7应该很快就会杀到布洛 我得尽快离开才行 就在陆克7到达祭坛的同时 系统提示任务完成开始结算 陆克7顿时脸黑了 自己明明都还没找到祭坛 任务怎么可能完成 难道是有人抢先了 可是看队伍里人的反应大家都不知道 陆克7没想到自己牺牲积分才完成的任务居然被人抢先了 而自己的贡献排行也才第二 顿时恼羞成怒 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人让他付出代价 而我不出意外任务贡献排行第一 获得了一件红色一级战斗宝箱 没想到我既然获得了等级最高的红色等级奖励 而打开红色宝箱有90%的概率获得紫色品质道具 有10%的机会获得红色品质道具 我倒要看看我的手气怎么样 而米娅姐竟然还觉醒了王族血脉 将会成为下一任的人马女王 就在刚刚 我打开宝箱后获得金色道具金斗银 只是因为等级才一级 所以暂时只能贴地悬浮 不过有了这道具之后 我就不再需要小鸡姐抱着我跑了 这时米娅姐突然尖叫了一声 原来是我的替代药丸的幻术效果时间到了 我突然从哥布林变成人类的样子 让米娅姐吓了一跳 不过米娅姐对我的好感度已经非常高了 系统也提示就算我变了样子 她还是对我十分信任 毕竟身份可以是假的 但我和她在哥布林部落同生共死是真的 我向米娅姐解释到这是诅咒又发生了变化 而米娅姐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 接着她指了指我的金斗云问到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在离开部落时听到了扮人马仙祖在感谢我 而这就是英灵为了感谢我送的礼物 米娅姐表示自己也想拜见仙祖 我摸了摸她的头安慰她会有机会的 这时小鸡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样子是小鸡姐吃醋了 只见她也把头伸给我要我抚摸 仔细想想如果要是缔约有自我意识的魔物 那之后还得协调魔物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是要忽悠米娅姐跟在我身边吗 如果让她自己游荡化好像也不太合适 就在这时 米娅姐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身负王者之血的吴之后裔 如那保卫士族的意志将吴唤醒 如果汴真的想要拯救族人 那便回到草原通过试炼 继承吴的人马王之位吧 找到吴师传的宝藏 继承吴断绝的力量 然后让人马王国重唤荣光 紧接着便消失在了我们眼前 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出现 但是听她意思 人马原来曾经拥有一个王国 而且米娅姐还有王族血脉 难道她将是新的人马王 米娅姐将要继承人马王之位 据她所说 人马族原先一直是草原霸主 只不过在人马王死后 人马族开始争权夺势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正好遇到哥布林入侵 结果最后就导致人马族支离破碎 但现在米娅姐却受到了人马王的召唤 可她还是担心自己 无法通过人马王的试炼 我安慰她 既然人马王选择了你 那肯定有她的用意 打败哥布林你也功不可没 你一定有资格成为人马王 不过想想如果米娅姐成为了人马王 那我不是有机会契约人马王了吗 看见这一幕的小鸡姐还十分吃醋 米娅姐还想拉上我一起回草原 但我解释到我因为诅咒不能离开草原 毕竟我要是离得太远 没有古神商店我也没办法继续升级 所以还是让她自己去比较好 不过既然她要离开 我得回大本营拿点道具给她才行 便让米娅姐在这等我 我乘着金斗云回去拿点道具 而此时陆可七在已经被破坏的祭坛下 又触发了一个任务 区域限时任务 限时24小时内击杀尽可能多的哥布林 积分根据区域内击杀的哥布林数量进行结算 可一向自私的陆可七竟然把任务共享了出来 那么目的其实很明显 就是为了找出这队伍中是谁抢先完成了任务 毕竟有能力抢先完成任务的人肯定是有点实力的 那么在这个任务里只要查看积分排名就能大致确定了 接受人马王试炼的米娅姐将要前往草原 在这之前我想要送她一件道具 现在的我已经占领了米娅姐心里的位置 她还幻想着等她当上人马王之后 我可以成为她的骑士 成为她的贴身保镖 就在她还沉浸在幻想中时 我正好从大本营回来了 我将在森林里游荡的人马族召集在了一起 跟米娅姐解释到现在的他们已经失去意识 行动完全靠身体的本能 不过只要同是人马族的人就能驱使他们 紧接着我便交给米娅姐一个通讯器 只要带着这个通讯器 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对话 不过这个通讯器是有使用次数的 一共只能使用十次 所以我告诫米娅姐非紧急情况不要随便联系 要是遇到危险可以用通讯器向我求助 就算我无法离开森林也会想办法帮你 而这也是我用最后的5G分换的 现在又是一瓶如洗了 收到礼物的米娅姐十分感动 激动地将我搂住 之后便在跟我告别后带着那些人马离开了 虽然米娅姐已经走了 但我好像又有些麻烦了 随后的第二天 陆可七带领的小队 因为有他分享的任务都获得了不少的积分 不过他之前想要靠积分排行榜 找到抢先破坏祭坛的人的计划似乎泡汤了 我已经让我的人留意过排行了 大家分数都比较平均 没有特别脱脱者 我这边也是 同样并未找到可疑者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击败官邸BOSS的人不在我们的队伍里 虽然陆可七在小队中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但一旁的证实却似乎发现了什么 请各位打开任务的积分排行榜 这位小朋友上次任务还是零积分 这次却突飞猛进 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啊 除我之外 又出现了一个获得古神隐藏奖励的人 而他就是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人 原来这个人因为现实中存在感低 所以也无伤通过了第一关的蜘蛛洞 获得了古神的隐藏奖励 转职成为一个五行使者 突然出现一个实力强大的人 也引起了陆可七他们的注意 毕竟原本默默无名的人 突然积分就到第一了 也不得让正式怀疑 他就是抢祭坛任务的人 而队伍中也并没有人对这个人有印象 可雷正二话不说 就认定绝对是这个人抢了任务 但一旁的于敏却认为未必是这个人 有可能这个人只是碰巧完成了收益很大的任务 此时原本两人行使风格 就有冲动的人形成了两派 而这个局面就要看陆可七如何抉择 他思考过后便觉得雷正行使向来不靠谱 还是选择让于敏分析一下 毕竟他之前是刑警 紧接着于敏分析道 既然你们坚持那我就针对现场来一次犯罪侧血吧 死者在生前明显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最终导致死亡 分析伤口是同时有尖锐利器割伤和箭矢洞穿的痕迹 所以要么是团队作案要么是个高手 我们开始进攻之前 哥布林秩序十分稳定 说明犯人适合我们同时开始行动 内鬼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大团队行动不利于隐蔽 所以动手的人最多两人 一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虽然他分析的头头是道 但此时身为犯人的我却十分苦恼 由于和米娅姐的动作过于亲密 引起了小姬姐的不满 导致她一直往我身上套了三件 她编制的蛛丝衣她才消气 不过完成任务后 我想去商城看看有没有出现新道具 虽然我现在身上一点积分都没有 不过很可惜 商城还是只有之前的那些道具 恰好在离开商城时 看见了墙上贴着的通缉令 我想这不会是我的通缉令吧 等我凑近一看 这悬赏奖励居然有四百积分 真是大手笔啊 不过我可不想为了这四百积分暴露了自己 于儿姐知道了我的实力 并且接下来我还要跟她进行组队 完成古神第一阶段任务后 恰巧遇到了于儿姐 看她面板的提示 似乎她的任务过得不太顺利 不过身为独行侠的 我并不想和她有太多瓜葛 便客套地跟她打了个招呼 能在这见到于儿姐姐真是太好了 是吗 但我刚才看你在发呆 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啊 我只是在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林小允突然这么关心 让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便赶紧转移话提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过她虽然表面上说着挺好 但我能看出来她似乎是遇到事了 这时突然一道阴影出现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要来了吗 只见古神再次出现在上空 我很欣慰如等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即将到来 依如等此时能力 接下来的任务会异常艰难 如等需要做出更多的进化与改变 给你们三天时间组成团队 三天后没有组成团队的人将会被无清除 没想到第一阶段刚结束 这么快就迎来了新的任务 以我的实力做独行侠明显是最好的选择 可没想到古神居然强制颁布了组队任务 而组队的条件是需要400积分的资金注册团队 团队最少需要两人 最多是100人 仔细想想古神估计是怕下个任务太难 才要颁布这个组团任务来保留更多战事吧 但是眼下我如果加入团队 要是隐藏实力可能就会被当作炮灰 要是暴露实力又会十分危险 眼下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恐怕就只有林小允了 毕竟现在只有她知道蜘蛛妹的存在 还对我无条件信任 在有软饭王的加持下目前只有她最合适了 我试探地问林小允 允儿姐 你这么强应该早就有团队了吧 其实 姐姐现在是一个人 正想着去找别人的团队碰碰运气呢 令我感到十分意外 她这么强怎么会没有团队呢 那姐姐一直是独自行动吗 好厉害呀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 你姐姐的力量恐怕没办法保护好你 所以还是一起加入别人的团队稳妥协 在我的记忆中 林小允一直是个不惧困难的人 可现在居然都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实力了 这种种反常的迹象 我猜想是不是之前有过小队 但在上个任务中被团灭留下了心理阴密 我还是得想办法劝她和我组队 这点姐姐不必担心 其实战力方面我一直有所隐瞒 小姬姐姐非常强大 强大到一路上只靠着她一路就能拿到不少好处 既然你有实力超群的蜘蛛怪傍身 那就更不需要姐姐保护了吧 看样子我还得再激起她的保护欲 才能让她走出阴影 既然有软饭王的影响 我应该不用担心她会背叛我 但是我的职业很特别 虽然小姬姐听我的 但是代价就是我没办法加强自身 导致我自身很弱 正因为这个弱点 我才一直小心翼翼的单独行动 和别人在一起我会没有安全感 每次小姬姐出去战斗 我都只能躲起来 那时候就想要是姐姐 你能在我身边保护我就好了 恰好这次鼓神任务 如果姐姐不嫌弃的话 就一起组队吧 听完我说的话 林小雨明显动摇了 原来小浩子 你竟然有这样的苦衷 我不能再因为我的原因 而让你身处险境了 那就多多指教了小浩子 鼓神颁布了新的任务 要求所有人必须组队 而我和云儿姐准备自立团队 但创建团队需要400积分 让我们犯了难 这时候突然有个胖子站了出来 汉薇月奉上所有积分 只求能加入林小姐所组建的团队 我看了一眼这胖子的属性面板 疑惑地问云儿姐 这是你的熟人吗 只见云儿姐捂着脸尴尬地说道 我和她也就只有一面之缘 之后就一直被她缠着 赵云儿姐这么说 那这人不就是跟踪狂吗 那胖子健壮急忙解释道 小兄弟别误会 我并非那种跟踪狂 自从我有幸见到 林小姐手撕哥布林的战斗英姿 就令我热血沸腾 听完我疑惑地看着云儿姐 手撕哥布林吗 云儿姐尴尬的解释不是那样 胖子接着说道 最令我难忘的是 林小姐即使明知自己会受伤 还要保护倒下的队友 听胖子这么一说 这和我原先的猜想一样 这时云儿姐发怒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原本我想要第一时间加入队伍 但那场战斗太惨烈 最后只剩下林小姐一人 面对那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自始至终都觉得 林小姐是值得托付的领头人 所以我一直期待着林小姐振作起来 直到股神宣布 必须组队我才都敢出现请求入队 听胖子这么说 那林小允的遭遇和我之前猜想的一样 果然是因为之前的队伍 被全灭留下了心理阴影 不过这胖子一看 就是想利用林小允的善良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见胖子为表自己的决心打开面板 要将自己所有的积分送给我们 没想到他几句话就让林小允犯了难 这是系统提示收到攀威的一积分 结果这家伙嘴上说的 天花乱坠到头来只有一积分 但是这家伙嘴上还挺能说的 说不定可以靠他去陆可期内 给我取回积分 检查了一眼 他的属性面板也没什么问题 让你加入也不是不行 但是有件事你必须去做 有什么需要在下做的 大哥请讲 云儿姐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让他加入 我只让云儿姐放心 我自有想法 其实让你入队就是一句话 我们没有足够的积分 你也看见城里贴了一张悬赏令吧 难不成 大哥的意思是让我去冒领悬赏令上的积分 不错 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 胖子胆怯地说道 冒充这位大佬要是被他知道前来问罪 别累到大哥和林小姐就不好了 我让他放心 这个大佬就是我的好兄弟 只见胖子还是不信 我直接喊出小鸡姐削掉他后脑勺的一块头发 紧接着对着胖子说道 你后脑勺消失的头发便是他存在的争议 这时胖子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果然秃了一块 立刻深信不疑地保证完成任务 而云儿姐也立刻朝我说道 你说的那个大佬就是你自己吧 我急忙让云儿姐小声点 别让人听见了 虽然我捞了不少好处 但都是道具类的 要不然也不会让潘威去忽悠这点积分 潘威来到陆可七的营地 在之前我已将跟大萨满的战斗场景提前告知给了潘威 不过我还是担心有些遗漏 这时潘威拿出了一个道具 通信耳螺 只要僵壳和螺肉带在耳内 一公里内就能随意通话 有了这个就能随时通信了 这时的陆可七正在营内开会 手下突然上来禀报悬赏令上的人来了 陆可七急忙让手下带他进来 这段时间在外狩猎 刚回来就发现你们在找我 到底是敌室友说个明白 我叫陆可七 是这个团队的团长 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可否告知尊姓大名 在下潘威 没想到这潘威还有两把刷子 竟然一点都不怯场 而为了验证真实性 陆可七朝潘威问了一些问题 潘威也按照我说的回答了上来 但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取得陆可七的信任 看样子陆可七还真不好轻易应付 紧接着潘威便将战斗时的场景一一描述了出来 我一进到boss的房间 便看到大萨满身下跨着班人马手里 但我丝毫没有怯场 连对大萨满指挥班人马发动的箭矢 我代表挡下攻势 这时旁人对潘威单手挡下攻势表示不可置信 但潘威也只是敷衍到这是他们的无知 接着潘威又说道 当时我抓住对方空挡发射了几支爆裂箭矢 即使他们挡下也会被爆炸波及 虽然大萨满受了伤弹不足致死 但他的积分排行还是让底下的人不敢幸福 不过这潘威描述的细节跟我说的差不多 应该问题不大 这时陆可欺提出了一个雕三的问题 为什么当时我们进入据点石路上没有任何战斗痕迹 你是怎么悄无声息的潜入的 我让潘威别慌 可以用哥布林神殿做文章 只见潘威说道是因为哥布林对神殿的重视 所以先攻击了神殿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边 之后就来到了首领处 面对潘威的解释 陆可欺还是有些怀疑 但大致的情况又对得少 就在这时 营外又来了一个人 团长 我找到了悬赏令上的人了 萌酿获得古神隐藏宝箱的人出现了 而这人竟也出现在了陆可欺的营地想要冒领积分 营地内的人也惊讶到积分排行第一的人气势就是不一样 陆可欺看见这人也不禁感叹此人的着装静和余领的描述大差不差 我也没想到居然又来了一个冒充我的人 此刻陆可欺明白这两人如果不是合作关系 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假的 而看着眼前这人攀威满脸敌意 心想着居然有人赶来冒出大哥的兄弟 斯如杨也担心自己身份暴露 便用自己的能力五行秘术试探潘威的实力 五行秘术可以通过对方身上的火焰判断实力 结果一看居然是个弱鸡 这时郑池很肯定地说到自己带着这个人绝对是真火 而那个潘威说不定只是偷看到并没有亲手击杀 眼见一个个都对潘威产生质疑 他将身后一直背着的包裹拿了上来 这便是我当时击杀BOSS所用的武器 你们先前问了那么多 想必掌握了不少信息 现在看到这个便真假立判了吧 而看到潘威拿出武器的余敏说道 当时尸体身上的伤明显是细短的剑刃造成的 如果是这把镰刀 伤口的窗面不会那么整齐 我没想到当时小鸡姐用镰刀造成的伤口竟然被验成了剑伤 只好叫潘威找机会把螺肉留下然后离开 潘威随即怒拍桌子呵斥道 搞半天鹿团长是在试探我 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 趁机将螺肉偷偷地粘在桌下 便起身离开了营地 而斯如阳也收到了陆可七赠送的400积分 如阳兄 莫要被此人打扰了雅兴 这是悬赏许诺的400积分 敢问如阳兄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团队 毕竟古神刚颁布了组队任务 现在也需要加入一个团队 但斯如阳称自己喜欢自由讨厌被约束 要求以合作形式挂名 求贤若渴的陆可七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此时回来的潘威因为没能拿回积分而感到自责 不过这件事是我判断失误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还留下了螺肉让我窃听到不少信息 这时林小允提醒到组队的期限快到了 得赶紧想办法凑到足够的积分 既然秩序没法拿到积分 那就只能强夺了 潘威担心对方是排行榜第一 就凭我们恐怕不是对手 我只让他不必担心 我会叫我兄弟帮忙 到时候将他引到哥布林神殿便可 一听有大佬帮忙 潘威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将人引过去 虽然我有信心能胜过斯如阳 可万一他察觉之后选择逃跑就不好办 但林小允却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有办法防止他逃跑 在陆克七营地附近 潘威偷偷地跟踪斯如阳 可一眨眼的功夫斯如阳竟消失不见 瞬间出现在了潘威背后 骗子 跟踪我作甚 小鸡姐再次出手 与斯如阳展开对战 两者到底谁更胜一筹 就在刚刚 潘威跟踪斯如阳被发现 一眨眼便被捕获 潘威立刻求饶 说着自己有赚积分的办法 斯如阳见潘威很弱便放松了警惕 眼见斯如阳上套 潘威说到自己发现了一个宝箱 但是任务特殊 自己没办法单独完成 所以需要拜托斯如阳这样的大佬帮忙 斯如阳感觉潘威没什么实力 也许是个赚积分的机会 便让潘威带自己去 潘威将斯如阳带到了先前哥布林的雷霆部落 斯如阳一或到这里 自己先前明明已经检查干净了 没什么隐藏奖励 只见潘威指了指说到就在神殿内部 但反应过来的斯如阳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 不闭眼了 殿内只有一片废墟 骗我至此有何目的 潘威见状立马阳装着跪地求饶 可斯如阳已经不再相信 立马就要掏出手中的剑 而这时潘威微微一笑 你却 现在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然斯如阳的脚下出现一道陷阱 眼见斯如阳掉进陷阱 潘威得意的起身 可凑近一看 陷阱里面竟然是空的 既然你喜欢做死 那我就成全你 只见斯如阳掏骨长剑直冲而上 这时小鸡姐及时出现挡下的攻击 斯如阳不敢相信这里 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强的魔物 眼见不敌想要溜走 但自己的身体却不受控制的 想往传来声响的方向冲 扭头一看 居然是林小允 而林小允的这招朝拳当双拳碰撞时 发出的声响可以控制自身 视野内精神力相当的人朝自己攻击 在两人的配合下 斯如阳也只能束手就擒 看了一眼他的面板 最好有林小允的朝拳 要不然可能还真让他逃走了 在小鸡姐和林小允的配合下 我们成功从斯如阳手上拿到400积分 不过攀威可不想这么轻易 就放走这个摇钱树 又从斯如阳身上搜刮来了50积分 毕竟比起身上的装备 斯如阳还是更愿意牺牲点积分 这时一股力量从后面击晕了斯如阳 为了防止林小允的朝拳失效之后 斯如阳偷袭 还是直接把他击晕比较保险一点 不过林小允似乎有点太善良了 但我告诉他这是最保险的做法 结束后我便扬装着多谢大佬帮忙的样子 潘威眼尖立马膜拜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要回到营地注册舰团了 终于在最后一刻赶上了注册 但此时我把团长让给潘威 却令他猝不及防 这时林小允解释道 团长不是由战力决定的 这次能顺利组团你也功不可没 这突如其来的信任让潘威感动不已 可其实是因为让潘威当团长在外和人交涉 传送门打开将我们全都吸了进去 一起被传送到了一个房间内 安威你没事吧 不带是林小姐 不过是脸着地罢了 查看之后发现 我们看样子是被古神传送到了主城中的商城了 商城 古神把我们传送到这里是要做什么吗 我想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而这时的古神也出现在了上空 古神开放了团队驻地新系统 所有的团队都可以拥有一个专属地盘 而不同的驻地风格会有不同的属性加成 并且驻地内购买商品会有不同的优惠 优惠程度会根据团队贡献决定 所以需要什么样的驻地风格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并且驻地等级会统一按照综合实力的强弱发放资格 不同等级的资格可以购买的驻地风格等级不一 级别越高可购买的驻地风格等级越高 说完这些古神便再次消失 我们又被传送回了原来的地方 之后我打开系统面板 发现我是唯一一个得到钻石级资格的人 可当我准备好好挑选一下驻地风格时才知道 原来驻地风格是需要积分购买的 虽然最好的地方有全属性加一的加成 但却需要一千积分 古神这是在变着法的欺负穷人啊 但把这钻石级资格砸在手里 倒不如把它卖掉 而此时陆可七的营地内也在商讨着这次新系统的开放 毕竟陆可七的团队人才众多 所有人都自信满满的觉得肯定能得到最高的等级驻地 可一段时间过去后 所有人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 原来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拥有钻石资格 就连陆可七也只获得了白荆棘 陆可七心想 那么现在拥有钻石级资格的人可能就只有一个 便叫一旁的于敏联系斯如阳 而此时在森林中的斯如阳也打开了系统面板查看 但他也只获得了白荆棘的资格 就在这时 陆可七打来了电话 而此时我们在商讨着应该把钻石级资格卖给谁 因为积分不足 钻石级资格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林小允提议可以卖给陆可七团队 毕竟他们财大气粗也最需要钻石级资格 但我却觉得斯如阳才是最合适的人 这时潘维反应了过来 我明白了 斯如阳被陆可七世做古神第一人 受到各种优待 他要还想骗吃骗喝就得拿出钻石级资格证明自己 找他我们绝对能坑一笔 就这样 我们决定分头行动去寻找斯如阳 在街头转有半天的潘维丝毫没看见斯如阳半个人 就在毫无头绪地吐槽着早知道之前就不该敲诈斯如阳那笔50积分时 恰好一个转角就遇到 你知道谈判最厉害的三大招吗 只要你学会这三大招 那么你在谈判中就能无往不利 本打算和斯如阳进行交易的潘维 你把被斯如阳按在墙上 毕竟冤家见面风外眼红 面对斯如阳的仇恨 潘维立刻用我教他的话应付 第一招指导黄龙 明确地向他表示自己有钻石级资格 而他要想继续在陆可七那片吃片喝就需要这个资格 听潘维说完斯如阳明显动摇了 潘维紧接着报价500积分 因为我们估算到他全部身家大概就是500积分 但他眼见只有潘维一人前来 似乎并不打算掏着500积分 不过这也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第二招 断气后路 潘维明确地表示 既然我改一个人来 就肯定不怕你起歪心思 你就不怕大佬再把你敲晕过去吗 说完立刻就让司空阳断了所有歪心思 只能乖乖进行交易 第三招 以退为进 见司空阳还在犹豫 潘维立刻表示 既然你不想要 我也不缺你一个买家 反正有大把的团队需要 就比如路可欺 这一下就立刻让司空阳不再犹豫 只能乖乖背仔 有了积分之后 我们便购买了电影院风格驻地 但此时的林小允却疑惑到 虽然我们手上有600多积分 但是一下花400积分 购买精神加一的驻地真的好吗 我解释到 股神不会推出无用的东西 根据任务提示越早买驻地风格越好 不过我其实还有别的原因 因为精神属性会影响锻炼术的学习速度 这也是我这段时间才发现的 离开驻地后 我们便来到道具区准备购买一些道具 以备不时之需 林小允和潘薇都在疑惑购买什么道具比较好 不过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这时就轮到我的游戏人生派上用场了 一眼就能看出锻炼什么属性进步得更快 据我观察 允儿姐的强项应该是力量 而力量已经在锻炼了 那就需要补一下体质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买本灵机体质锻炼术 听我说完 潘薇迫不及待地让我也给他看看 我看了一眼他的属性面板 没想到这个胖子的敏捷属性居然这么高 看来是个灵活的胖子 现在的女生都喜欢反差吗 就是那种又大又快的感觉 大你已经做到了 现在只要快起来绝对能风靡万千少年 面对这样的说辞 潘薇一脸疑惑 真的吗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听大哥的 那就灵机敏捷断练术了 虽然林小允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但他唯一知道的是 变快绝对不会受到女生的喜欢 武神终于开启了第二阶段的任务 而刚刚上任团长的潘薇就成了众矢之地 刚出驻地就被人盯上 本打算买完道具准备离开 但毕竟数大招风 此时的驻地外早已被人盯上 潘薇刚刚出门就被堵住 呦 这不是我潘哥吗 潘哥您现在可是攀上高知了 居然在有驻地风格的团队当上了队长 不知道你们团队有什么高手 说起来让我们仰慕一下 潘薇也没想到 上个厕所的功夫就被人盯上了 你们三个当时怎么跟着王天爸欺负我的 现在还好意思来问我 这些人一听潘薇敬酒不吃 便打算霸王硬上弓 但潘薇思索片刻后便说道 看来你们也心里有数 知道我们团队买下了驻地风格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 既然我们买的下驻地风格 团内就不缺高手 个个都是杀哥不灵不眨眼的存在 追牛谁不会啊 真有那么多高手还能得到你当队长 那你们就不知道了 什么是高手 高手就是只想修炼不管俗物的 如果不想被那些高手毫无理性的屠杀 就给我让开 听潘薇说的天花乱坠 那些人也都被唬住了 今天我就放过你们 下次还敢无力 我会让你们知道强大团队的愤怒 说王还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 立马就溜了 回到驻地的潘薇气喘吁吁的 向我们讲述着刚刚发生的事 没想到这才刚刚购买完驻地风格 就被人盯上了 不过毕竟拥有驻地风格的团队 就那么几个被盯上也正常 而且团队名单只展现团队名字 所以他们才被唬住了 如果他们到时候还敢再来找麻烦的话 那就是他们自己不长眼了 终于 古神的第二阶段任务开始了 这次的任务是探索森林之外的迷雾山林 所有人的身边都开启了传送门 而这次的任务地图也十分的庞大 每个团队都会被随机传送到一个地点 难怪古神要强制阻队 这么庞大的山林 要是一个人进去很容易就石沉大海了 看着呕吐不止的攀威 虽然古神的传送是有晕车的感觉 但他这反应也有点太夸张了 这时候任务提示 森林之外的山林被迷雾笼罩 诡异而又危险 找寻解开迷雾的关键 让山林重见天日吧 任务目标 解除所在区域内的迷雾 可还没等我们出发 麻烦却自己找上了门 这个人三岁喝尿六岁吃屎 最终被腌制成一个满嘴喷粪的人 带着自己的小弟嚣张跋扈 总以为自己是铜锣湾陈浩男 但他不知道这次可是踢到了钢板上 原本被攀威唬住 以为我们团真有一百多人 结果一看只有三个人后更加嚣张 不过他也不敢轻易就得罪我们 毕竟在他们认为 我们能拿出这么多积分 不可能一点实力没有 他也担心万一不小心招惹了大佬 让自己遭殃 正巧他有个天赋 可以试探对手的实力 只要当自己和对方握手时 技能天平之手就会发动 根据对方的实力 散发不同颜色的光芒 光月亮表示差距越大 当亮白色的光芒时 表示实力比自己弱 亮红色时表示比自己强 见我只是白色光芒的废物 又把目标转向了林小云 而林小云也只是亮出微弱的红光 眼看我俩并没有什么实力 她的狐狸尾巴也露了出来 想要以合作的名义 将我们控制在她手里 别开玩笑了 我再了解你不过 与你合作简直就是与虎谋皮 我们才不可能答应 既然团长这么说了 那不好意思了 我们拒绝和你合作 虽然遭到了拒绝 但她根本并没想征求我们的同意 我这可不是在寻求你们的意见 是在通知你们而已 说完便一把将我拉了过去 眼见林小云和潘威慌了 我立刻朝他们使了个眼色 明白我意思的林小云 就不再轻举妄动了 在迷雾中 他们将林小云和潘威 放在前面探路 让林小云和潘威探路 不过就是不想损失自己的成员 一路上不断嘚瑟着自己有多强 说着我们这些垃圾 全靠他们的庇护 可当他扭头朝我吹嘘时 身后的成员早已不见了踪影 再次转头 就连前面的也都不见了 见成员全都不见 这下让他慌了 而他慌张的模样 都被我看在眼里 眼见自己出丑遭到嘲笑 气不过的他就要朝我出手 但就在他出手的瞬间 小鸡姐瞬间出现将他制住 什么 这是魔物 现在我倒要看看 究竟谁才是飞物呢 被小鸡姐制服的王天霸 直接吓得跪地求饶 既然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放过他了 直接将他的积分和装备 搜刮个干净 虽然在他身上搜了不少东西 他狗急跳墙 在迷雾中走了一圈 我发现居然又回到了原地 看样子是被某种结界困住了 这时候小鸡姐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警惕地看向一旁的树 难道他是发现了什么吗 小鸡姐不断地挥手 朝我示意那边的树 看样子那应该是破局的关键 当我尝试着靠近时 突然系统跳出了提示 接受到了任务 摧毁迷雾阵眼 第一个摧毁的古神战士会有特殊奖励 看样子那棵树就是阵眼了 不过王天霸好像也接受到了任务 看他表情是对这任务有想法 既然他还有私藏的底牌 那我就先让他去试探一下 直接将他绑在树上 假装要控制住他不让他抢任务 实际上就是要逼他狗急跳墙 现在这眼神 看样子应该是被逼急了 一眨眼 眼前的王天霸的位置上变成了一个木偶 只见他得意地出现在我身后嘲讽我 二话不说地朝着任务阵眼而去 我和小鸡姐装作要阻止他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要让他去探探路 只见他要对那棵树动手时 地下突然钻出一个巨 王天霸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 看着眼前的巨人王天霸瑟瑟发抖 不敢动态 只见一个手拿大锤的巨人出现在他眼前 原来这是一头洞穴哥布林 常年在地下洞穴生活 属性面板除了精神其他都高的离谱 那王天霸腿软得站不起来 拼命地朝我求救 不过这可是他自找的 我的顶风尿石杖天赋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原本已经将王天霸成功制服 但没想到迷雾让我和林小允他们走散 不过这时的小鸡姐找到了迷雾阵眼 但我怀疑阵眼处会有危险 便利用王天霸探路 不出我所料阵眼处果然暗藏埋伏 而且这个布林反应十分敏捷 小鸡姐的偷袭都没能得手 就连力量也十分强悍 小鸡姐明显有些招架不住 再这样下去肯定要遭殃 如果用小鸡姐的首领技能 加上我的鼓舞士气应该能解决 但小鸡姐的首领技能发动需要时间 我得想办法吸引她注意力 以我这小卡拉米的实力 就算扔石头也没办法吸引她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在哥布林和小鸡姐交战的热火朝天时 我一股清凉之水浇灌在她头上 一脸猛的哥布林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扭头发现我居然隔着十丈远的距离尿塔 并且还给了她一个国际有人手势 论时泉水的清香充斥进她的鼻子 被羞辱的哥布林终于忍不住了 发疯的一锤朝我轰烂 虽然我及时地打开了防护罩 但没想到剩余的能量 连她的一击都抵挡不住 幸好在这个瞬间 小鸡姐的首领技能蓄力完成 配合我的鼓舞士气成功 在一瞬间解决了她 刚刚从弟弟哥布林手里脱险 没想到又冒出来两只哥布林 差点就葬送在他们手里 弟弟哥布林一击就将我的护盾击破 还好有林小允之前送的道具保住了我一命 小鸡姐也从王天霸那里搜刮来了一件道具 紫色品质地替身到草人 每天可主动使用一次 可以让持有者脱离原本位置一段距离 破坏阵眼之后我们也完成了任务 获得了一件紫色品质的宝箱 阵眼破坏后迷雾也跟着消失 紧接着我们便一路跟着脚印寻找林小允他们 渐渐的天色越来越暗 我本想用小助手购买一件用来照亮的道具 可突然出现一道亮光 竟然又出现了一只哥布林 还好有小鸡姐挡住了偷袭 差一点点我就嘎了 这竟然是一只洞穴哥布林斥后 最擅长的就是偷袭菊花 我现在已经没有防护道具了 这要是没小鸡姐我真就嘎在这了 赶紧就叫出金斗云准备先溜为妙 趁着小鸡姐缠住她的间隙先跑远点 可没想到刚上金斗云没多久 底下竟然又冒出一头哥布林 就在怕朝我袭来之际 小鸡姐再次替我挡下 虽然小鸡姐挡住了一只 可背后的那只又趁机偷袭 面对两只哥布林的交互偷袭小鸡姐也有点自顾不暇 这简直就是我有史以来最狼狈的一次 而且回程卷轴也要5秒的启动时间 这期间也有可能被偷袭 这时启动的一只哥布林又盯上了我 关键时刻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原来是林小鸡发动了嘲讽技能 在林小鸡发动嘲讽技能期间 我急忙让小鸡姐配合林小鸡对付他们 还好在面对哥布林的偷袭时 林小鸡即时赶到 但就算两人合力也有点难以招架 这时潘威掏着裤裆翻找道具 昏暗之物 爆开后可以让人被烟雾包裹10秒钟 紧接着我便让林小鸡先退出来 等林小鸡出来之后 立刻让潘威丢出道具 瞬间烟雾就将哥布林和小鸡姐包裹其中 趁这段时间我们急忙用回程卷轴离开 回到阵地后 我将迷雾森林里发生的事和他们诉说了一遍 顺便也将自己就是大佬的事和潘威坦白了 毕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生死 我也已经信任他了 不过潘威应该也早就猜到了一二了 可这次识别的仇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突然想起来潘威之前 跟我说过有能感应危险的技能 林小鸡也说这次能逃出来 也多亏了潘威好几次的提醒 有了这天赋的配合 我一下想到了一个刷积分的好主意 接着便带着他们去购买道具 因为林小鸡是队伍的前排 所以给他购买了恢复药品和迷雾道具 这样就能尽可攻退可守 给潘威购买了多功能防御球 他是负责探路的 所以自保是最重要的 给他们买完道具后 我手中就剩70积分了 从这次的战斗可以看出 林小鸡不可能随时在我身边保护我 小鸡姐也不擅长防守 一直靠道具的话积分消耗太大 看来得赶紧找到第二只契约魔物了 最好是有坚硬外壳的魔物 这样就能像一栋城堡一样保护我 或者是拥有控制类的魔物 这样就能配合小鸡姐制造攻击的机会 再不然有一只治疗类的魔物也不错 时时刻刻给团队进行疗伤 但这些都是之后的事了 对了 之前完成任务获得的紫色宝箱 打开看看能有什么好东西 要是能开出个防御类道具也不错 宝箱打开后居然是一根呆毛 使用方式就是戴在头上 可以提升人体所有的感知能力 包括第六感 但是副作用就是呆毛 会根据佩戴者的情绪改变形态 我也是无语了 这啥玩意还带表达情绪的 我打开紫色宝箱 竟开出了一根呆毛 这呆毛虽然能增加感知力 但会暴露情绪 刚好潘威的天赋是感知力 我直接将呆毛当作奖励送给了潘威 得到加持的潘威 现在连躲在我影子里的小鸡姐都能感知到 不过这根据情绪变换形态还真是明显啊 这一路上 靠着潘威的感知力探路 等他感知出周围埋伏的哥布林时 再让潘威将哥布林引出 哥布林一出现 立刻让林小允发动全潮技能吸引哥布林 趁哥布林被控制时 发动鼓舞士气配合小鸡姐偷袭 就这样不断地靠这种方式刷怪 不出我所料的在击杀哥布林后触发的任务 任务要求就是清理哥布林破坏据点 破坏程度越高奖励越丰富 果然这次的任务和对付之前的哥布林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只要不断地重复刚刚的方法 让潘威感知敌人之后钓鱼 再配合林小允的朝权 紧接着小鸡姐全力一击必杀 就这样我们坐着金斗云四处刷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 陆可七他们也触发了任务 但这次的难度也让他们损伤惨重 随着奖励的增多 林小允和潘威都得到了属性药水升到了二级 但我还是没找到我需要的精神药水升级 而这次的Boss也比之前更强 我们挑战了三次才成功将他击杀 我们打开红色宝箱 开出了一件红色神话品质道具 这道具可以让我们再抽三次 我直接一次性三次全抽了 在击杀了Boss之后 我们获得了红色宝箱 而林小允和潘威也接连升到了二级 我们准备回到基地给他们购买转值书 在路上发现有很多人都升到了二级 一个个都已经转值成功了 看来这段时间大家都有不小的收获 不过林小允和潘威也都二级了 也没必要羡慕别人 根据我游戏人生面板的建议 给林小允选择了牧师系的遁机者职业 因为遁机者的防御能力出色 配合林小允的潮拳比较合适 给潘威选择了战士系的短院战士 可以配合他高敏捷的属性打出伤害 购买两本转值书花费了400积分 不过我很好奇红色宝箱能开出什么道具 就赶紧回到了驻地想开宝箱 在驻地让林小允和潘威都把转值书用了 用完之后他们的手背都出现了对应的印记 而且经过这三个月的升级 他们属性都提升了许多 使用了转值书之后 他们职业的技能自动就出现在了脑海里 紧接着给他们分别准备了武器 不过他们也很好奇宝箱能开出什么 催着我先开宝箱 我也很好奇能开出什么东西 三个人祈祷着一定要开出红色宝物 紧接着打开宝箱后 一道耀眼的红色光芒出现 开出了一个圆形的轮盘 这是一个红色神话品质的道具 转动轮盘可以有三次抽奖机会 开出红色道具概率是0.5% 金色99% 紫色0.5% 不过这轮盘上除了抽一次和全部抽取几个字 其他字都看不懂 干脆就一次性全抽了 只见轮盘转动之后 三道光芒飞了出来 地上一下出现了三个道具 我转动轮盘后 开出了三个金色品质道具 用红色宝箱开出三个金色道具也算不错了 而且其中还有一件是装备 这装备竟然可以给我的精神属性增加三点 对我来说可是件好东西的 还有一件是技能书 可以将我的精神属性以5比1的比例 转化成力量给队友加成 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技能啊 戴上装备之后 我的精神属性就有21点 一神同体技能直接就能给队友增加4点力量 这时还剩下的一个道具引起了林小允的注意 很好奇这个道具能有什么作用 打开后竟然是一条任务线索 标注着邪恶哥布林的隐居地址 潘威和林小允都觉得这是一个最垃圾的金色道具 但我不这么认为 既然都是金色品质 那说明这可能是奖励丰富的探险机会 我们打开的宝箱标注为精神大礼包 打开的道具都是和精神力相关的 既然都是和精神力相关的道具 那么这个线索可能也和精神力有很大的关系 想想之前击杀的哥布林 击杀力量哥布林获得了力量药水 击杀敏捷哥布林获得了敏捷药水 击杀精神属性的哥布林虽然没有获得精神药水 但是却获得了精神属性的道具 所以这个邪恶哥布林 应该也是能获得精神属性奖励的BUFF 分析完我便打算一个人前去完成任务 林小允害怕我一个人却会遇到危险 但我让她放心 毕竟都是精神力的哥布林 我有小鸡姐不会有什么问题 接着便按照坐标的提示前往 我将这山谷附近的哥布林都清理得差不多后 就让小鸡姐躲回到影子里 步行前往邪恶哥布林的地点 他们竟将古神战事制作成傀儡 刚进森林就被一群傀儡包围 血影 我来了 你们不敢现身吗 我说完四周突然静了下来 一只手缓缓从树后伸了出来 难道说两脚受你 其实是血骑 只见这是一只洞穴哥布林萨满 在秘书的加持下属性都十分的高 而他竟然误将我认成血骑 那我便顺水推舟扮演下去 这时其余的哥布林也从树后走了出来 但其中却有一只对我充满敌意 血骑你怎么连个傀儡都没有啊 看样子这些年为了躲避追杀过的不怎么样啊 看样子这个哥布林萨满跟血骑十分不对付 系统也提示这只哥布林对我充满敌意 我得找机会先拿这只开刀 血风 你简直就是坐井观天 我在外冒险就是为了寻找能让我们延续生命的道路 你连傀儡都没有 自己还变成了孱弱的两脚兽 我这就杀了你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直接就把影子中的小鸡姐换出 让小鸡姐去解决血风 直接那周布林也使出了秘书 精神之盾 而我直接使用一体铜神和鼓舞士气对小鸡姐进行加成 我没想到就算如此也没能将他一击必杀 看来不用首领技能的话是没办法秒杀了 这是一旁的血影集了 我告诉他们我回来就是为了一起找出路的 但他们质问我为什么要将血风伤那么重 我毫不在意的说道 他那么恨我让他受点伤就会变听话了 血影立刻就表示 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就别想走出森林 我只是解释说有能增强傀儡魔物实力的秘法 那血影一听也十分好奇 感觉我有点用之后就立刻对我解除了敌对状态 我骗他们拥有能增强傀儡实力的秘法 接着便使用一体铜神技能给傀儡属性加成 他们发现自己傀儡的实力竟然真的增强了 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能使用祭坛才有的增幅效果 我只是简单地说这是我多年的研究之一 血影一听是研究之一 震惊到还有什么研究 剑鱼儿上钩 我接着说到还有严寿秘书 并质问他们 我现在对着废物出手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两个哥布林这事便不吭声吗 接着他们就表示自己寿命都快到头了 有什么事都可以好好谈谈 我说到只有你们对我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才能好好谈谈 并指了纸头上的道具问道 你们知道我头上带着什么吗 看着我头上的王冠 血影震惊到 这难道是哥布林先知的冠冕 一听是哥布林先知的冠冕 他们紧接着就想要动手来抢 这是伟大十足的赏赐 你们抢了也没用 你都已经是哥布林先知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蠢货 谁告诉你哥布林先知只能有一个的 一听这话 血影立刻就呆住了 没错 我已经知道如何成为哥布林先知 我行你们也行 可在那之前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 接着我就告诉他们 寄生古神战士也能延长生命 他们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人类也是能寄生的 我原以为只要让他们对人类产生威胁 那我就能激活任务了 但并没有激活什么任务 看样子要把他们带到古神营地去看看了 可紧接着血影就对其同伴动手 原来血影早就在那两人的傀儡上布下诅咒 他早就知道这两个哥布林在底下 偷偷地密谋推翻自己 正好就借这次机会动手 让他们两个的力量全部化为己用 而知道严兽生命方法的血影实力也开始增长了 但就算他实力增长了 也不是我和林小允联手的对手 我不仅将古神战士的秘密告诉了血影 还给他示范了我从古神奖励中得到的道具 在他吸收完同伴以后实力大增 留着一个能不断增强实力的怪物总归有风险 我原本还在考虑要不要就地将他解决了 结果这时得到系统提示 要是现在跟血影玩命一百个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看样子就算与林小允他们联手也没办法与他对抗 这时血影朝我问到需要他做的事是什么 我告诉他哥布林的力量是有极限的 血影也很清楚这件事 我说这是我在寿命快耗尽时发现的 要成为哥布林先知的前提就是 成为两脚兽中的古神战士 血影一听这个办法顿时发怒 你疯了吗 这简直就是我们哥布林族的一种屈辱 要是这个办法我宁愿不当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但我很明白他追求力量连同族都下手 这些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 我跟他说 这些古神战士有神秘的古神壁谷 有各种神奇的道具和技能 就连森林哥布林都被灭足了 听到森林哥布林被灭足 血影也感到震惊 虽然森林哥布林的个体实力不强 但是数量众多 我跟他解释是因为古神会给予装备增强古神战士的实力 而且还有升级药水来打破极限 我也是完成一次任务后 得到了哥布林先知的头衔和冠冕 我告诉他只要通过不断地击杀部落那些蛮子 得到古神的认可 才能激活任务获得奖励 血影等不及地问我要做什么 我让他跟着我去击杀部落的蛮子 一直到古神认可就行 这时的血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 果然这种为了变强的家伙 只要针对他的欲望就能很好的被利用 听我说完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成为古神战士了 我接着就给他示范从古神那边得到的道具 然后又花了点时间带他回到主城 来到主城之后 果然不出所料地激活了任务 消灭邪恶哥布林萨满血影 奖励阿加沙金色精神宝箱 我将血影带到古神营地后 不出所料地激活了新的任务 而这时的团队驻地里 正在练拳的林小雨 还在担心我离开这么久任务做得怎么样 这时潘威却吃着薯片一脸淡定地走来 此突然他的呆毛有了强烈的反应 尹的潘威一阵呕吐 这是感应到了有十分危险的人正在靠近 就连上次击杀洞穴哥布林大萨满都没这么激烈的反应 他感受到那个东西正要进入驻地 只见驻地外一个人出现 原来是我带着血影回来了 而潘威的呆毛强烈地指向我这边 林小雨猜到应该是我旁边的人有危险 为了表示友好 我让血影过去跟他们打声招呼 血影却表示这两个队友实在太弱了 等血影上前时 我朝着林小雨他们摇了摇头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时血影自我介绍道 我是新加入的伙伴 马东梅 这个名字是我给他取的 为了在人类驻地方便行动 不过听到这个名字 林小雨却有点忍不住道 马东什么 马东梅 什么东梅 马东梅啊 这一顿操作差点没把血影气死 不过林小雨紧接着就表示是自己听力不好 便介绍一旁的潘威是我们的团长 但当血影伸手朝潘威打招呼时 潘威的呆毛瞬间又有了强烈的反应 直接一顿彩虹吐到血影的身上 林小雨见状立刻就朝着血影道歉 表示潘威这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接着便将血影带去澡堂洗澡 趁血影在洗澡的功夫 我向林小雨他们解释了一下经过 血影很强大 就凭我们是没办法解决的 但既然古神只是颁发任务没有亲自解决 说明这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对手 突然我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做任务时让他跟其他的boss动手 消耗他的实力 我们只需要在一旁划水 等他足够虚弱的时候再动手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林小雨他们一听 这不就是有了一个强大的免费打手了吗 血影以为这些愚蠢的人类被人利用还不自知 殊不知被利用的其实是他自己 来到一处山谷中 我们发现了一对洞穴哥布林 为了让血影出手 我们一路上但凡遇到哥布林 都会开个会商讨一下对策 就是要装出一副我们很弱的样子 终于等到血影忍不住的时候了 面对这么弱的洞穴哥布林 随便两下就解决了 他不想再这么磨叽下去了 接着便迎面朝着洞穴哥布林走去 洞穴哥布林见状立刻就冲了上来 只见血影轻松一跃躲开了攻击 朝着洞穴哥布林使出了两发诅咒之箭 只会用蛮力的洞穴哥布林 根本不是血影的对手 轻而易举的就将眼前这些家伙解决了 这也和我预测的一样 只要我们触发了任务 不论是谁击杀我们都有积分 所以我们只需要躲在后面 让血影当免费打手就好了 不过血影也感到十分奇怪 以前击杀这些蛮子 都能吸收不少血气提升实力 现在能吸收的却很少 一路上击杀了几十只 也没提升什么实力 反倒是潘威还获得了一件紫色飞行道具 接着他们便遇到了一只精英级的洞穴哥布林 血影还以为终于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可没想到还没打 潘威和林小允就逃了回来 而我也借着小鸡解不好 随便露面的借口躲了起来 只留下血影独自面对精英级洞穴哥布林 到了这关键时刻 血影应该要拿出底牌了吧 只见血影一声怒吼血气转换 力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 一只手便接住了洞穴哥布林的一锤 紧接着一拳连同十锤都被血影轰烂 这时的血影觉醒了灵魂侵占的状态 将自己的精神力属性转化成了力量属性 血影觉醒了灵魂侵占状态 一拳就击败了精英级洞穴哥布林 一路上潘威和林小允都获得了不少装备 但血影还是两手空空 此时的血影也开始有点怀疑了 这都帮你打了这么多天 为什么我还没成为古神战士 要知道我可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获得古神青睐的 你招什么急 你这段时间都在偷偷划水 吸收蛮子的血气 就你这样怎么积累足够的功勋 我这是为了增加实力 更好地做出贡献 血影也明白我是在利用他 他也不相信我 所以一直在偷偷增强实力 根据我的经验 越是危险的任务古神认可的机会越大 听我说完 血影表示是那些哥布林太弱了 不给他拼命的机会 看样子我得让潘威找更危险的boss让他去挑战 在潘威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森林里的一处山洞 他感受到山洞里有强大的气息 但是那里好像已经被人劫足先登了 血影迫不及待地表示 阻挡我完成任务的人都得死 我让他别急 我们先过去看看 来到洞穴外 这里已经被陆可七的团队占领了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建制状况 林小云打圆场道 团长 我们还是不要随便硬床的好 这时又走上来了两人 呦 这不是当时想骗我们400积分的家伙吗 来人正是雷正和正池 见雷正挑衅 潘威立即就反驳道 谁骗了 是你们自己不识货 正池健壮也上前打圆场 好了好了 当时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 这里是我们陆王团先来了 根据我们探测里面有很多强大的洞穴哥布林 担心大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才不让其他团的朋友进去 面对这样的说辞 潘威也表示可以理解 便也不再打算硬闯 和他们告别完就离开了 但此时我却发现了血影脸色一长 看样子他是察觉到洞里有什么情况 我让潘威和林小云两人看看四处有没有别的触发任务 而我和血影打算单独谈谈 和他们分开后 我询问血影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但血影并不打算承认 别想撒谎 那里面应该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东西吧 果然瞒不过你 你猜的没错 那只变异颜西应该就在那里 果然还是被我套出来了 听他说的变异颜西 会不会触发什么任务呢 当年我们一起修炼生命秘术 就是通过分析他才能做出各种研究 我们被赶走后便变异颜西就被那些丸子控制住 听他说完 看样子应该和生命魔法有关 血影表示只要能把那颜西抢回来 生命秘术一定能更进一步 但我可惜到只是碰到被两角兽封锁了 这些愚蠢的两角兽怎么可能有我熟悉这片地形 我的第二只契约魔兽终于来了 血影带我们走了一条密道 偷偷地溜进了洞穴中 一路上畅通无阻地就进来了 这时潘威的呆毛突然有了反应 看样子这前面应该就是那个颜西的所在地了 我们穿过一个墙缝 没想到这后面竟然别有洞天 新人表现不错吗 竟然还知道这条密道 好像很了解哥布林的手段吗 面对潘威突如其来的夸奖 血影表示只是观察习性事发现的 不过经过这么一问 血影更加谨慎地隐藏起了身份 我估计血影现在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隐藏身份了吧 而在我们出来的山洞下面 有一只魔物被锁链封印着 这就是血影说的颜西了 而且底下还有血影当初布下的法阵限制着那个颜西 从属性面板得知 这是一个拥有强大生命魔法的魔物 可以快速治愈对手 看来我要契约的第二只魔兽有着落了 但进来后的血影却迟疑了 他表示这只魔兽很难带走 只要稍微触动法阵就会惊动洞穴手里 觉得风险太大了 便打算撤退 可我怎么能让这么好的机会溜走呢 我立刻打开商店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血影留下来 这时发现一个千里传音道具 可以模拟任何听到过的声音进行传送给指定的人 立马就决定花五十几分买下来了 紧接着就用这个道具模拟古神的声音给血影传话 听到声音的血影急忙就问林小云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但这声音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 血影 这是吴对你的讨厌 前面的讨厌吴很满意 现在是最你最后的讨厌 一听真是古神 血影激动不已 而我立刻就颁布了让血影解放便衣阎西的任务 血影也不出意外的落入了我的圈套 立刻就表示要跟大家一同救出那只便衣阎西 我朝潘威使了个眼色 潘威立刻就心领神会的上去留住了血影 这时的阎西察觉到了有人靠近 真是少见哪 难得有人类不是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洞穴中 我们向他表示是来救他出去的 但他此时还是保持敌对状态 看样子是他被折磨的恨意 连我的软饭王天赋都无法抵消了 安杜拉 我们是前来帮你脱困的 我们收到古神的任务 前来拯救你 脱困 又是什么新实验吗 用自由来诱惑我 看我的情绪起伏对魔力抽取的影响吗 虽然很管用 但是一次就够了呀 你们一定是被洞穴哥布林研究出来的新型试验品吧 玩弄生命力量的污秽者 统统去死吧 说完他便下令让一群洞穴哥布林朝我们袭来 本已经决定了第二只魔物的人选 但没想到还没开口就被袭击 只见那延西召唤来了众多的洞穴哥布林 二话不说的就朝我们冲来 潘威和林小允见状就要上前阻拦 血影一看潘威和林小允竟然这么主动 难道之前都是为了考验自己才假装弱击的吗 可一看他们两人竟然才能挡住一只哥布林 接着便嘱咐我去救严西 而他去解决那些洞穴哥布林 然后一个剑步就冲了出去 只见他再次使出诅咒之剑 那些洞穴哥布林都纷纷中招 严西见到这个法术令他感觉似曾相识 而那些受伤的洞穴哥布林 在严西的治愈树下立刻就恢复了状态 想靠生命之火跟我打消耗吗 我怎么会让你得逞 紧接着血影加快了使用诅咒之剑的频率 轻易地便将眼前的洞穴哥布林击飞 这招序号还真是大 但即便有恢复加持也遭不住这样的攻击吧 这时的严西终于想起眼前的技能 为何如此熟悉了 眼前这个人就是之前将他绑架折磨之人 就是他把自己盖入这痛苦的深渊 这时的血影已经将眼前的洞穴哥布林全部解决 但严西的一声怒吼震惊到了血影 只见那严西的下半身开始石化 而四周不断地散发着能量波动 紧接着那原本被解决的洞穴哥布林又活了过来 就算放弃我最渴望的自由 我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血影没想到严西的首领技能竟然这么强大 竟将死去的洞穴哥布林又复活了过来 那洞穴哥布林一锤砸到血影的防护盾上 血影见这些哥布林的仇恨值都在自己身上 便打算叫我趁机救下严西 但此时我已经使用多人传送卷轴 带着林小允和潘威离开了 血影 一开始我就是想利用你 现在这里作为你埋葬之地最合适了 发现自己一直被利用的血影气急败坏 等他想来阻止时我已经传送走了 血影 我记得这名字 你今日 必死 血影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体内再次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底牌 血气外放 化驱 顿时怒吼道 你们都得死 趁着血影在和严西对战之际 我和林小允他们一起使用传送卷轴离开 血影被迫亮出了最后的底牌 而我们传送到别的洞窟后 又根据潘威的感应 偷偷地摸回到严西的所在地 我们要趁着血影和严西斗的两败俱伤的时候 趁机解决掉血影 但这时又有另一个人偷偷前进了洞里 原来是丝如羊利用土盾技能偷偷地前了进来 这时他正巧看见了我们也在洞中 看我们形色匆匆 便偷偷跟了上来一探究竟 而此时的血影这在和严西纠缠 没想到这个血影竟然还藏着本事 竟能和三个被严西强化过的洞穴哥布林对抗 只见这时背后又来了一只洞穴哥布林 血影健壮 咬牙呵斥一声 体内再次迸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血影和严西两人同时都受了伤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 你竟然切断了他们与法阵的联系 甚至让我的治愈魔法都无法对他们生效 这怎么可能 只见严西的属性都在下降 变得越来越虚弱 你可别忘了我也是萨满 如果当初不是被赶出了族群 如今的大萨满之位本应该是我猜对 同样都是魔法 只要弄清楚原理当然就能限制作用了 不论是治愈还是增幅 都要作用到身上才行 我在打穿他们的身体时 将我的一部分生命能量也打入他们的体内 通过这一层能量形成一个屏障 阻碍你们的魔法相连 虽然这样做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魔力 但只要把你吸干就能填补我的损失 就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这么不听话 在我吸干你前要怎么惩罚你呢 这时颜希双手握拳 嘴里似乎在念着什么咒语 但还没等血影动手 他突然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视线变得越来越低 最后看着我和自己的身体被血色淹没 在我的注视下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安杜拉小姐 我们来晚了一点 你受苦了 成功击杀血影之后 本打算就走被困的颜希 但他好像对我还有所顾虑 这时他看向了我背后的潘威 只见潘威正拿着聚光手电筒照着我们 快收起来 他好像注意到了 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系统面板突然跳出了提示 古神庇护之地不可亵渎任务完成 获得阿加莎的金色精神宝箱奖励 希望这宝箱之后能开出精神药水吧 这时颜希却说道 我记得你 血影的肮脏同伴 我向他解释道我并不是什么血影的同伴 并把一切的起因经过跟他说了一点 虽然他基本相信了我说的话 但头上的契约难度还是困难 状态对我还是敌对状态 看来就算是软犯王天赋也不是无往不利 这攻略果然还是有点难度 就算救了他一命还是敌对状态 我向他表示这里很危险 不如我们先离开这里 当我刚伸手想解开他的镣铐时 立刻就被他拦了下来 见我受伤 小鸡姐立刻就要动手 还好被我及时制止住了 我对小鸡姐安慰到 他只是被困在这个洞穴太久 刚刚只是条件反射 不怪他 可这时他又突然抓住我的手 对我使用了治愈术 我还以为他这个举动是回心转意了 但他头上的难度还是显示着困难 而系统也提示到 这不过就是他在演戏 要不是有系统面板提示 我差点就被骗了 不过还真是神奇 手心被他治愈的伤口 完全看不出受过伤的痕迹 我们演戏一族的治愈魔法 当然是这么神奇 看他这演技 看样子是要互标演技了 如此澎湃的生命力量 现在却不能动了 这些年来 你吃了不少苦吧 没想到他完全不吃这头 直接就甩开了我的手 牙壁上的林小允 看我好像遇到难题了 潘卫也表示要下来帮帮我 这时我听见林小允说道 小耗子 我们在这里耗费的时间 已经够长了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快些离开比较好 我也表示是该尽快离开 毕竟这里是哥布林的地盘 要是他们回来就麻烦了 便对着颜西说道 既然安杜拉小姐 无法相信我们的好 那也没办法了 安杜拉小姐 我不能让我的同伴遭受危险 我们先走一步了 见我们要离开 颜西马上就绷不住了 立刻叫住了我们 怎么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知道的 没想到他还害羞了 但我还是要让他 自己亲口说出来 我说 反正也是顺路 干脆我就和你们一起离开吧 原来是这样了 接着我便让小姬姐 将她的镣铐全都解开 看样子现在短时间内 是没办法找到机会 和她契约了 万一要是她虚弱状态恢复 就更难了 没想个办法才行 准备出发了 安杜拉小姐 当我击杀血影之后 成功地救下了被困的颜西 可此时的我却感觉有什么不对 看着这法阵中的王座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我不知道的是 四如阳一直用土盾树 躲在这王座下看着 这时小姬姐举起镰刀 朝着王座劈去 四如阳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吓得立刻缩成一团 紧接着王座 就被小姬姐一分为二 看样子就是个普通的装饰 我还以为可以触发什么任务呢 听到潘威在催促着我离开 我便也没过多怀疑就离开了 而这是一片寂静的 哥布林洞穴中 四如阳慢慢从王座底下冒了出来 刚刚小姬姐那一刀 差一点就劈中了四如阳 把他吓得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 虽然还是没搞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 他一定是个危险的家伙 就在这时 四如阳耳内的通讯器 传来的陆可七的声音 四如阳 你究竟做了什么 简直太棒了 刚刚还一直难以啃下来的 洞穴哥布林前线有突破 那些洞穴哥布林正在撤退 看样子是遇到麻烦了 我们正好乘胜追击 可能是我杀了一群洞穴哥布林 破坏了一个莫名法阵的缘故吧 四如阳也没想到 这次又幸运地捡了一次漏 而此时我们刚刚带着 阎西离开的洞穴 长时间被困在洞里的 阎西已经很久没见过阳光了 重拾阳光的温暖感动的 令他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这委屈的表情 不知道的人看他这样子 可能还真会感到同情 但拥有游戏人生天赋的 我却能轻易地看穿他的演技 居然演得这么恰如其分 要不是我早有准备 只怕也得心软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自由 跟着我们出来就可以了 何必多此一举地玩眼镜 虚弱状态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等他恢复了直接离开 我们也拦不住啊 而这时 因为法阵被我们破坏 陆克七的人都顺利地 攻进了哥布林洞穴 看到这么多人进攻洞穴哥布林 阎西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些也是两脚兽 他们也在进入洞穴 你们难道也是一起的吗 而我顺势地骗他道 我们是一起的 不过我们不是什么两脚兽 你可以叫我们古神战士 为了能够救你 我和我的队友们分成了两队 一部分正面吸引注意力 而我们就从后方趁机救你 这下你知道我们救你的决心了吧 听我说完 阎西不仅感叹 我们竟然还有这么缜密的计划 难怪他之前感觉到 法阵抽取魔力的频率 突然增加了 看样子是那复活祭坛 在超复刻的运转 我好奇地问他复活祭坛是什么 他说 那是一个将洞穴内 所有哥布林生命 都凝聚在一起的装置 每当哥布林死亡能量 就会被祭坛吸收 并且复活 这个装置就是将我作为转换装置 不断抽取能量供给祭坛 好让它持续运转 不过现在没有了转换装置 那祭坛也就没法运转了 看样子这算是我送给陆可欺的一个福利了 不过被当作这么多年的魔法装置 他应该也了解了一些传统魔法 和生命魔法的奥秘了吧 既然血影能从他身上研究出傀儡和寄生术 那他是不是也会呢 如果他是想控制我们 那么会这样表演也就有理由了 将阎西救出后 因为天色太晚 我们只好在野外露营 一天没吃东西的攀威 好心地拿了一粒宝石药剂给安杜拉 只要吃一粒宝石药剂 就能让人感受不到饥饿 不知道他会不会拒绝吃我们的东西 只见安杜拉拿着宝石药剂揣摩了一下 便一口吃进了嘴里 但仅仅只是在嘴里待了一秒 安杜拉瞬间救面露南色 一口就吐了出来 你是在谋伤我吗 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东西 你难道没有味觉吗 安杜拉居然对着药剂这么排斥 难道古神的这种能吃的道具 对魔物娘没用 那要对她下毒可能不太行了 这时看见小鸡姐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之前吃草的时候 发现的东西好像可以试试 接着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便坐着金斗云出去给安杜拉找食物 大哥注意安全 放心吧 小耗子说有好吃的 那一定就很好吃 看着我离开 安杜拉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带着小鸡姐 我们凭着之前的记忆 去之前我吃草的那个地方 因为在那里 小鸡姐当时吃到了一种很奇怪的植物 当时小鸡姐吃完之后 就陷入了一种虚弱的状态 我通过面板 发现小鸡姐的精神力下降了不少 但是其他属性没变 一直过了好几天之后 小鸡姐才从那个状态中走出来 每次只要一看见这种食物 小鸡姐就会忍不住的想吃 看样子那种植物 对魔物娘的吸引力非常大 最主要是这种植物 能压制魔物娘的精神 能抑制小鸡姐 应该也能抑制安杜拉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只要可以 那契约安杜拉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就在这时 小鸡姐指了指一旁的草丛 好像是发现了那种植物 我在草丛里摸索了一番 果然发现了不少 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 我立马就收集了起来 可当我扭头的时候发现 小鸡姐居然趁我不注意 又偷吃这种植物 我立刻就制止了她 小鸡姐啊 这可不心吃啊 虽然对你没太大影响 可是始终不好 好说歹说了半天 小鸡姐才答应不吃了 搜集了好一会 应该够多了吧 既然出来了 就顺便回城开个宝箱吧 回到了驻地 我打开了精神宝箱之后 果然获得了一瓶精神药水 这样我也可以一口气升到二级了 我终于获得了精神药水 并将等级突破到了二级 在打开精神宝箱后 我顺利地获得了精神药水 喝下精神药水之后 顺利地将精神属性提升到了极限 之后便来到了药水区 购买了突破药水喝下 终于我的等级也提升到了二级 相较之前的一点点提升 这次明显地感受到大脑的视野 瞬间清晰了很多 有了道具和驻地的加成 我的精神隶属性已经来到了24 这次系统突然给我解锁了新的技能 被动技能 魔物预导术 这个技能可以提示 我拥有的魔物应该往什么方向培育 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但是下面小鸡姐的升级方式 是吸收古代蜘蛛圣物 这个蜘蛛圣物又是什么东西 之前小鸡姐吃了哥布林萨满的 饰品实面版也给出了类似的提示 看来这是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 将契约术升级好契约那个安杜拉 将灵级契约术升级之后 我接着又买了一本二级的精神锻炼术 看时间差不多了 也该回去了 等了许久的安杜拉 似乎已经开始想我了 这时的林小允十分好奇地问 安杜拉在这之前都是吃的什么 安杜拉回答道 很久之前都是吃森林里的果子 后来被抓之后 他们则让我吃生肉 为了活命 我也只能吃下去 真是耻辱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还能吃上让我觉得愉快的食物呢 紧接着在这个时候 我回到了露营地 将刚刚收集的植物全都拿了出来 看安杜拉狼吞虎咽的样子 应该也和小鸡姐是一样的 常威好奇地想拿一根长长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结果立刻就被安杜拉阻止了 头顶的契约难度 也从困难下降到了普通 但就算如此 面板上的状态还是显示着敌视 看样子只要将态度从敌视变为中立 就有机会契约它了 之前假装冷酷 给我智商 为自由流泪 暴露吃货弱点 这一步步都是为了让我们放下防备 现在潘威和林小云已经彻底对她放心了 那么接下来应该就到我了 只见她这时伸了的懒腰 表示困了想要睡觉了 接着我们便轮流睡觉看守 而我一直在观察着安杜拉的一举一动 看她睡觉时的反应 可能是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被困洞里折磨那么久的 得这个病也很正常 但我也不是个随便就同情可怜的老好人 只听她嘴里不停地喊着 她来了 她来了 身体开始不断地抽搐 紧接着大叫了一声 将潘威和林小云都吓了起来 她做噩梦了 似乎是一些非常不好的记忆 这演的还真像 在精神被抑制的情况下还能这么演 不愧是二级的魔物娘 帮助他人解除心魔这种事 会让双方的心不断贴近 进而放下防备 安杜拉要的就是这个契机吧 可是人心总是相互的 想要贴近我们的心 就算是安杜拉 也得暂时放下对我们的敌视 而那个时候就是我出手的时候了 紧接着我便叫上林小云和潘威商讨 如何降低她的契约难度 好让我提高契约她的成功率 过了一会 安杜拉混混沉沉地醒了过来 突然惊讶地发现人都不见了 人呐 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 血影竟然还活着 就连潘威也死在血影手里 强大到连我都不是她的对手 差点就葬送在她手里 就在昨晚 我们商讨着要如何契约安杜拉 在她醒来之前我们就都藏了起来 天亮后安杜拉发现我们竟然都不见了 竟然把一位书女抛弃在这种地方 人类真是靠不住 还好我也没对他们有什么期待 安杜拉还以为是自己的演技被发现了 但又觉得自己演得那么自然 不应该被发现 但就在这时 眼前的一幕令她震惊不已 只见潘威竟然瘫倒在地上 周围流满了血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伤口莫非是 就在这时 我伤痕累累地出现 你猜得没错 那家伙竟然没死 过来向我们报仇了 潘威先被血影偷袭 小云姐则是被血影拉走了 应该是凶多吉少 就连我的小鸡姐姐也 安杜拉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她明明之前在洞里检查过 血影早就没有了生命气息 这怎么可能 但紧接着血影的出现 立刻就打消了她的疑虑 先前被折磨的恐惧 瞬间席卷了她的大脑 你 你不是已经死在山洞中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安杜拉不敢相信 眼前的血影是真的 但她身上确实是散发着血影的气息 这是我看安杜拉的面板提示 她已经被眼前这个血影吓坏了 当然 要是不吓住她的话 那我这戏不是白眼了吗 眼前这个血影 其实是林小允服用取代要玩假扮的 只见林小允一步一步的走向安杜拉 就在这时 我故意冲上去阻止 假装打不过 被血影一脚踹开 而安杜拉此时已经被这一幕吓傻了 我立刻朝着安杜拉叫道 安杜拉 你快跑 跑 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安杜拉愣了一下 紧接着救头也不回地跑了 反正是你们让我跑的 再说了 我留下来也没什么用不是吗 这安杜拉也太没意气了吧 看着安杜拉跑了 潘威也擦掉了身上的伪装 一会要演得更逼真一点了 这时的安杜拉已经逃到树林里躲了起来 此时的我假装被血影丢了进来 林小允则在一旁假装寻找 奇怪 不见了吗 这安杜拉跑得倒快 不过她还是虚弱状态 跑不远 安杜拉捂住自己的嘴 丝毫不敢发出声响 而此时的我奄奄一息地倒在她的眼前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这时我发现她头顶的契约难度已经下降到了简单 面板里的状态也从敌对变成了中立 看样子就是现在了 我感觉好冷 临死之前能握住你的手吗 安杜拉小姐 我朝她伸出了手 只要跟她触碰 就可以触发契约了 不出意外的她也朝我伸出了手 就在我们双手接触的瞬间 我手背的印记亮起 契约发动 突然一道金光乍现 这是什么 我终于成功契约了第二只魔物 在林小允和潘威的配合下 我成功地将安杜拉契约了 安杜拉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林小允和潘威走了出来 他们好奇地问我契约成功了吗 我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契约成功了 不过还是要找个借口忽悠一下安杜拉才行 你们还在闲聊什么 你们一个装死 一个冒充血影 一个骗我契约 都是骗子 我要自由自在的 不要当契约兽 安杜拉朝着我们呵斥完之后 随机扭头就跑 一个小小的人类也想要命令我 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丫头 可还没等安杜拉跑多远 立刻就被法阵传送了回来 安杜拉小姐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契约魔法一旦成立 契约魔物是没办法离开契约者太远距离的 所以你想逃跑是不可能做到的 听到这话的安杜拉顿时恼羞成怒 立刻就朝着我发动了攻击 但当攻击打到我身上时 却一点伤害都没有 安杜拉小姐 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和你契约成功的 但是只要契约成功 契约者是无法对我造成伤害哦 听到这话的安杜拉绝望地瘫倒在地 这时我假装问他 刚刚触发契约之前 是不是想用某种精神魔法来控制我 被说中的安杜拉神色紧张 慌忙地掩饰着说没有 这时潘威突然开口说道 原来如此 想必是安杜拉小姐想用精神控制大哥 但是大哥的契约术更高端 导致大哥的魔法自动反击 所以安杜拉小姐就被契约了 好个潘威 没想到都不用我开口 他就帮我圆回来了 安杜拉也后悔到 早知道就不管直接跑了 看你这反应 看来我说中了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呢 剑被戳穿 安杜拉又开始了演戏 大哭地说道自己只是一条善良可怜的蜥蜴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残忍的事 不过这时的林小允和潘威已经不吃这套了 也不知道刚刚是谁投也不回地丢下我们就跑了 不论你愿不愿意 我们已经达成契约这件事是无法改变了 不过是你算计我在先 怪不了我了 不死心的安杜拉一直在尝试着破解契约魔法 不过古神的契约魔法和这个世界所使用的魔法显然不是同一个路线 安杜拉又怎么能和古神抗衡 过了一整晚 安杜拉也终于放弃了抵抗 主动找我谈判 要怎样才能和他解除契约 我已经受购被奴役了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 只要你还我自由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自由也不是不行 是吗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需要强力的魔物为我助力 只要我找到下一个更适合我的魔物 以及我学会解除契约之后 在此之前你要为我所用 虽然安杜拉不太愿意 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所以他也只好答应在找到下一个魔物之前的这段时间为我助力 我终于拥有了第二只魔物 在和安杜拉达成共识之后 他答应在遇到下旨契约魔物之前成为我的助力 与此同时的洞穴哥布林深处 陆王团顺利地将洞穴哥布林攻略 陆克七本打算先回驻地修整一下 可这时古神再次颁布了新的任务 攻略哥布林王国 据古神介绍 现在的任务才是真正的挑战 任务目标 进入哥布林帝国并了解熟悉哥布林帝国 而所有的团队成员也都触发了这个任务 看样子只要参与了这次洞穴哥布林任务的人都触发了这个任务 古神现在也开始了对洞穴哥布林任务的奖励结算 不出意外的陆克七的团队获得了第一 但这第二名的弗瑞团引起了陆克七的注意 在先前他明明调查过竞争团队 却一直没注意到这个团队 不过他也没太在意 诸位 这次任务我们陆王又是收获最高 积分最多 奖励也最好 底下的队友也立刻附和到 没错 我们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要再接再厉 接下来哥布林帝国的任务也要抢占先机 诸位队长带着速度最快的队员 分头去探查哥布林王国所在地 其他人则是兵分两路 一路推进到山林北方之外构建新营地 一路回主城兑换道具补给 但队长们找到哥布林王国之后 我们在全力出击 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 与此同时 古神任务结算之后 我们获得了1500的积分和一个金色宝箱 潘威还嫌古神抠门 给的积分太少 不过毕竟我们团队只有三个人 肯定不能和陆可七这样的大团队比 但人少每个人分的积分就更多 紧接着我们准备打开金色宝箱 看看能开出什么道具 只见一道金光闸线 开出金色史诗属性道具 这是催眠类型道具 催眠成功可以控制对方一分钟 但是成功率取决于双方的精神差距 可使用次数十次 潘威和林小允都觉得这个道具很鸡肋 因为催眠一旦被攻击就会清醒 而且又只能催眠一分钟 可我倒不这么觉得 毕竟是古神的奖励 只是我们没发现合适的用法 不过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 接下来的新任务更为重要 这次的任务没有提到奖励 所以进入哥布林王国应该只是开端 后续的激活任务奖励才是真正的大头 不过林小允也说了 我们虽然人少行动更快 但是陆克七团队人更多 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快找到哥布林王国 这次潘威提醒道 安杜拉作为本地的土著 应该知道哥布林王国的精确所在地吧 我也提醒了安杜拉 被契约者可是没法对契约师撒谎的 根据安杜拉的指引 我们很快的就找到了哥布林王国 没想到这哥布林王国 竟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大好多 这次系统又激活了新的任务 第一个进入哥布林王国的人 可以获得100积分的奖励 靠着安杜拉我们第一个找到了哥布林王国 找到哥布林帝国之后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们准备在周边休整勘察一番 不过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便让小鸡姐把安杜拉带出来 没想到这安杜拉竟然睡得这么死 喂 安杜拉 你快给我醒醒 小鸡姐姐 我与安杜拉要问一些事情 要麻烦你保护一下潘威他们 见我要单独带走安杜拉 小鸡姐有点吃醋了 我怎么会偏爱安杜拉呢 小鸡姐姐一直都是我最信赖的伙伴 我怎么会不喜欢小鸡姐姐 听我说完 小鸡姐顿时心情大好 我跟小鸡姐打了个招呼 便带着安杜拉到了一旁 究竟还有什么事 你们想去哥布林王国 我不是已经带到了 这时我突然转身 一把将安杜拉臂踪在树上 这一举动 顿时吓得安杜拉手足无措 说吧 你还隐瞒着的那个法术是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毕竟你想奴役我们啊 明明很难做到 但你却那么自信 一定有后手对吧 我们既然决定合作了 不该坦诚相见吗 只见安杜拉手中 凝聚出一团绿色的火苗 人类真是狡猾 看来取得你们的信任 种下生命这种的法子 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这个法术 还是我通过 吸引基于生命魔法的研究 只有对彻底信赖的人 才能施数成功 到时我便可以控制 对方的言行 成为我的傀儡 只是这个条件太过苛刻 一开始想半可怜 让你们信赖我的 谁知道最后成了这样 听这样子 虽然这个条件有点苛刻 但要是成功了就很强 信赖的话 只要搭配迷魂香那一分钟 完全可以达到施法条件 不过由于我将他的小心思 都猜中了 他现在对我又增加了几分忌惮 不过让他惧怕我 也是使用他力量的好法子 本以为我会靠软饭王发挥作用 没想到现在软饭王当不成 要当渣男了 经过这几天的勘察 发现这个布林帝国 还真是守卫森严 就连围墙都建造得 如同铜墙铁壁 就是对上空的守卫 也是固若金汤 好厉害的布防 完全没有可以浑水摸鱼的机会 观察了半天 这巡逻兵基本没有断档的空隙 看来空中进入的方法也不可能了 而且的巡逻兵的属性 也有两把刷子 虽然单体能力看上去一般 可是一群巡逻兵一起就很麻烦了 看见潘威和林小允 都是愁眉苦脸的回来 看样子大家的收获多差不多呀 我探查了两个城门 那些守卫非常机敏 根本没有机会浑水摸鱼 而且进进出出的种族中 没有看到哥布林以外的种族 我和小允姐的结果差不多 我还专门摸索了一下周围的城墙 不知道是用什么胶筑技术 都非常坚硬 没有任何进入的可能 如果只是进入的话 倒不是什么难题 用替代药丸蒙困过关就行了 但问题是我这里只剩最后一颗了 我们之中只能进去一个人 在这哥布林王国里 就连一个守卫的精神力都比我高 力量就连小鸡姐都比不上 强大的令我难以接受 甚至只要一个眼神 顿时就让我汗毛竖起 在和林小允他们商讨之后 最终决定由我来吃下 这最后一颗取代药丸 混进哥布林王国 再进入哥布林王国的入口处 人山人海 一个个手上都拿着东西排队进入 而我这次选择变成 洞穴炙后哥布林的模样进入 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混进来了 这时系统面板也跳出了提示 这舞完成 奖励150积分 你是第一个进入 哥布林王国的古神战士 额外奖励50积分 这时王国内的村民 突然轰动了起来 一个个嘴里说到 亲王殿下和神官免下巡游了 一定要抢的好地方 亲王殿下和神官免下是什么鬼 这是一个守卫将拥挤的村民往后赶 只见这是一个浑身穿满台甲的哥布林 而他的精神力竟然高达31点 系统面板提示到 这是神殿魔法挑选的神智侍卫 拥有辅助魔法 另一边是一个手拿巨斧的哥布林 力量近高达30 系统提示这是亲王的亲卫 和神职哥布林水火不容 只听两边的哥布林侍卫 同时吹响号角 高喊着自己殿下的名号 两台大叫缓缓地从路中间驶来 分别由着浑身肌肉的哥布林脱形 但大叫的沙连挡住了里面的哥布林 让我无法使用提示面板探测 不过看样子 这哥布林王国的内政也不是很和谐 这时古神系统再次跳出系统弹窗 成为破灭哥布林的利刃 任务完成后将根据引发动乱的数值分配奖励 紧接着突然感觉到一只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 这种被注视的感觉令我后背发凉 难道是我被发现了吗 刚刚那瞬间的注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取代要完能够蒙蔽五级以下的对手 难道这个神官实力已经快到五级了吗 正当我准备先离开这里再说时 突然被一个哥布林士兵拦住了去路 只见他一脸嫌弃的表情看着我 一把将我丢了出去 什么像巴佬也好意思到王国观摩两位殿下的尊荣 洞穴哥布林就给我好好待在洞穴里才对 小鸡姐看着我被羞辱 顿时就忍不住了 但我立刻就安抚了小鸡姐 毕竟这里是别人的地盘 还是不要冲动的好 不过出来后 小鸡姐却对刚刚安杜拉阻止自己的举动不满 只见小鸡姐举着镰刀就朝安杜拉挥去 安杜拉不断地在镰刀下闪避 还不停地嘲讽着小鸡姐 安杜拉的嘲讽直接拉满了小鸡姐的仇恨 小鸡姐二话不说直接就发动了大招 糟了 这下小鸡姐可是真的发怒了 小鸡姐和安杜拉打起来了 面对安杜拉的挑衅 小鸡姐一点都不惯着 任你出手又能怎么样 只见她手一挥 脚底再次亮起了魔法阵 发动了首领技能 大地女神之慧 硬生生地徒手挡下了小鸡姐的镰刀 可还没等小鸡姐高兴 伤口瞬间的功夫就被治愈 看到这一幕的小鸡姐也被震惊 得意的安杜拉再次出口挑衅 狠一巴马 不使用首领技能的话 你对我造成伤害的速度甚至赶不上我的恢复速度 此话一出 小鸡姐立刻就被愤怒席卷了大脑 顿时失去了理智 我立刻就发动了契约之力 急忙让小鸡姐停止了动作 小鸡姐姐 不能对同伴使用首领技能 你和安杜拉都是我的伙伴 不论是谁受伤我都会心疼的 那安杜拉脾气差 心言小 不要和这种不成熟的魔物娘计较 喂 要说本系坏话 能不能离远点 我都听见了 不过经过了小鸡姐和安杜拉这一战 反倒让我发现了小鸡姐如今的能力不足 小鸡姐面对前面那些怪物还能勉强应付 但是哥布林王国的战士级别高达三级 他很难应付了 记得之前系统提示 蜘蛛物是小鸡姐的升级必要条件 在魔物玉岛树上提示了小鸡姐的多重晋升路线 小鸡姐的主修在敏捷和力量 正常后续提升只能在这两个属性中二选一 不过这时我在上面发现 还有一个进化路线是信仰之力 这信仰之力的升级方式就是收集信仰 将信仰之力凝结成蜘蛛物突破 我好奇地点开凝聚信仰之力的方法 原来这信仰之力需要通过魔法阵才能具象化 同时又需要依附在媒介上将信仰之力转换入小鸡姐体内 而在我们之中 只有安杜拉是唯一一个会魔法的 现在有很多事需要在哥布林王城中完成 小鸡姐的升级已经不能再拖了 这信仰之力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要是能成功 小鸡姐的升级就再也不是问题了 甚至还能将潘威和林小雨一起带入哥布林王国 我将这个主意跟他们说了一遍 在哥布林王国里有两个势力 王权和神权 这两个势力水火不容 而我们可以以第三教派的身份入局 如果他们内部团结我们自然很难插死 但是他们相互忌惮 我们便有了回旋的余地 至于教派 我思前享后了很久 最终决定以小鸡姐为教派信仰的外在显化 以安杜拉为教派的真正核心 成立圣诸教 当我们成立圣诸教后 便决定由安杜拉作为核心力量 等等 我们的合作好像不包括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吧 我一把抓住安杜拉的手 这个举动令安杜拉有点害羞 不要拒绝得那么快吗 你难道不想趁机报复一下哥布林吗 害羞的安杜拉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你指的是 当我跟他说只要圣诸教站稳了脚跟 那么你就能随意地处置那些哥布林信徒 而安杜拉似乎也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 已经开始幻想的到时候如何报复那些哥布林了 只不过他的心思可没那么简单 安杜拉到现在还在想着如何利用那些信徒 解除自己的契约魔法 他的生命魔法可以抽取小部分的生命力量 所以只要有足够多的人 就能积攒足够多的力量解除魔法 可他的这点小心思又怎么能瞒过我 我在面板提示上已经将他的那些小心思看得干干净净 真的是都到现在了还在想着如何解除契约 就这样我们在个怀鬼胎下达成了合作 这个时候林小允对计划表示了怀疑 按照之前打探的消息 哥布林王国是一神教独大 对民众的洗脑和控制已经根深蒂固 我们的新教派插足 可能会被当作异类教徒直接剿灭吧 林小允刚说完 安杜拉立马接到 如果想扩大影响力的话 你们的目标或许可以放在下城区 下城区那是什么地方 我们三个一口同声的问道 紧接着安杜拉就摆好了架势给我们解释道 在哥布林王国内部贫富差距大 被分为了上城区和下城区 生活在上城区的哥布林都是非富即贵 而生活在下城区的哥布林 只是被当作供应上城区的养料 下城区的哥布林一直被王室神殿压迫 再生与死的边缘 所以极易被新的信仰所吸引 说完安杜拉就一脸得意的表情 毕竟他被哥布林囚禁的那几年也不是闲着 我准备趁着取代药丸 还没失效之前混进城里探案 便和林小允他们兵分两路 只要任务的进度调有了增长 就说明我在城里闹出了大动静 不过我在城里找了大半天 根本不知道下城区的入口在哪 安杜拉也只是知道下城区的存在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 这时小鸡姐突然有了反应 她好像是嗅到了一些特殊的气味 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腐败的气息 我在下城哥布林面前 发动安杜拉的治愈技能 在小鸡姐的一路指引下 顺利地找到了下城区路口 这一路上还真是费了不少时间 看到下城区的模样 果然和安杜拉描述的一样 这时眼前的景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前面所有的哥布林们都聚集在了一起 人群忠心 一个哥布林正拿着鞭子 抽打着一个年迈的哥布林 周围的哥布林一个个都吓得不敢动弹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 只是因为这些哥布林没有凑够赎罪劝 就遭到了毒打 这时有个女性哥布林上前 她怀里的女儿生病了 听那神殿萨满说 只要凑够十张赎罪劝 就能向神祈祷治好自己的女儿 可就算凑够了神殿萨满 也只是说了一句 你孩子有罪 十张赎罪劝不够给敷衍了过去 听到这话 哥布林母亲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但这时的哥布林神殿萨满 却又有了小心思 她一眼看上了这哥布林母亲 心中便又起了歹念 让哥布林母亲来神殿找她 她亲自为哥布林女孩祈祷 只是这祈祷费神费力 需要哥布林母亲的自觉 说完便让哥布林母亲想好 后来神殿找她 所有人都听出了这其中的含义 但这就是下诚哥布林的命 他们又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他们为了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力气 年迈的哥布林老人 也来劝这位母亲放弃吧 但自己的女儿 她又岂能舍得 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希望 就在这时 我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 吸引信徒的契机 我以神的使者名义 对他们进行赐服 发动了安杜拉的治愈魔法 对他们宣称为 这是圣珠灵听到渴求 让我带行神迹 赐下治愈的圣火 只见一团绿色的火焰 顿时围绕在哥布林女孩全身 四周的哥布林以为我要害她 动员着村民就要一起出手 但立马就被那哥布林老人拦住了 在安杜拉治愈魔法的作用下 女孩的伤势正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看着自己的女儿伤势正在恢复 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时我眼前再次亮起了系统面板 瓦解信仰从下城区开始 让哥布林对神殿失去信仰 奖励100动乱值和100积分 原来让他们失去对神殿的信仰 也能增加动乱值 那这生命之火第一次亮相 可不能掉链子了 紧接着我让安杜拉以蜘蛛的图案 外放魔法显示 让这些下城哥布林见识新的教派 在治愈魔法的作用下 女孩不一会就恢复了伤势 哥布林母亲激动地将女孩抱在怀中 想不到我也有主动救哥布林的一天 我要的回报也不多 乖乖成为典型 让我汇聚更多的信仰值吧 我在哥布林面前暴露了真面目 但却成了哥布林新的领袖 在下城哥布林面前施展治疗术之后 就算我的取代药丸失效了 可我施展的治疗术 已经被他们认定成神迹 我以蜘蛛胶的名义 对他们进行赐服 顿时引起了全体的膜拜 之后他们便给我安排了一间临时住处 毕竟要继续待在城内的话 就需要一个落脚点 他挖矿石得到的一颗矿石 在我影子里的安杜拉 看见这块磨精突然有了反应 看样子他这是在示意我留下这颗磨精 不过这个布林也是看我对这磨精有兴趣 便直接就送给我了 哥布林走后 安杜拉直接就出来打这磨精的主意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给我点奖励不过分吧 就要你手上那颗磨精 反正对你们人类来说也没用 我这时看见了系统面板提示 看样子这磨精对他还挺重要的 不过我可没打算就这么给他 说不定我也用得上了 欠我不给 我用安杜拉的治疗术 收获了一众哥布林信徒 现在就算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而这时我和安杜拉因为一颗磨精产生了分歧 不过我答应他 只要他这次帮我 那么下课得到的磨精就归他 虽然一开始安杜拉的态度有些排斥 但最后还是在我的美男记下投降了 我让他帮忙 在磨精上课一个魔法阵 我将魔法阵的样子在地上画了出来 不过安杜拉看见这魔法阵就表示了行不通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个魔法阵和之前洞穴中用的法阵类似 就是吸收能量之后凝聚在转化 果然是懂魔法的生物 只是一个法阵就推断出来的作用 不过他还说了 这个法阵没办法在这颗魔精上起作用 因为魔精就相当于一个容器 这个魔精太小了 没办法承载这个法阵所带来的魔力 它当初能在法阵中成为容器 也是因为自身的生命力强盛才能承受住 这时安杜拉拿起了一颗石头示范 如果强行在这颗魔精上课下法阵 那么只要一刻钟 这颗魔精就会被魔力称爆到什么都不上 没想到这个世界的魔法原理这么的离奇 但又很合理 安杜拉说了 如果想要承载这个法阵的魔力 起码要四个像我这么大的魔精 就在这时 哥布林前来给我送饭 看着哥布林端来的食物 这明显就不是人类能吃的东西 我感觉吃上一口就会原地去世 正当哥布林给我承食物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强烈的爆炸声 我们急忙赶出去 所有的哥布林都被这爆炸声吸引 出问题的地方离着很远 但没想到都能波及到这里 只见矿距里冒出一阵黑烟 哥布林想要前去查看情况 因为还有同类在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同族受伤 那么一定会有更多的信徒 不过临走前 我还是要将外形遮挡一下 便前去矿洞查看情况 哥布林矿区突然发生坍塌 许多哥布林都身受重伤 而我正好利用这次机会 用安杜拉的治疗术来收获信徒 伟大的圣珠啊 求求你救救他吧 只要能治愈我大兄 我愿成为你最虔诚的信徒 只要将这些受伤的哥布林治愈 他们就会成为圣珠教最虔诚的信徒 短短片刻的功夫 就已经收获了39个信徒了 不过在安杜拉却无时无刻不怀揣着小心思 每次给哥布林治疗的时候 都会抽取部分的生命力量归为己用 一直都在想着如何积攒魔力解除契约 虽然将那些哥布林治愈了 但也能明显地看出他们衰老了 不过我也不在乎这些 毕竟是古神的契约术 他就算积攒再多魔力也没办法过 一口气治愈了几百个之后 我也让安杜拉回去休息了 这时我从系统面板看到 虽然我们团获得100动乱值排名第一 但是这只推进了0.1%的进度 这要积攒满动乱进度 岂不是要100万动乱值 这时女哥布林突然闯了进来 神使大只 快些给我藏起来 原来是骨头帮的哥布林来这里收保护费了 我好奇地问道 你们这里信奉的不是神殿吗 怎么又来了个骨头帮 原来在这个下城区的势力不只有神殿 在这下城区除了神殿还有三个帮会 除了神殿之外 合众帮是势力最大的 另外还有骨头帮和慈英会 而这骨头帮就是管理这个辖区的 今天正巧 骨头帮的老大也亲自来了 而这手拿烟斗的哥布林 便是骨头帮的老大 这时我惊奇地发现 这骨头帮的壁卡上竟然镶嵌着魔精 只见这骨头帮的老大 因为矿洞坍塌 将所有的损失都计算在这次哥布林矿工身上 一把就将这骨头帮的脑子捏碎 顿时就将周围的哥布林看呆 这骨头帮的老大根本不把这些哥布林的命看在眼里 在他的眼里除了钱没有什么比之重要 不过系统也提示了 他好像知道魔精的出处 看样子要悄悄地跟在他后面查找魔精的出处 偷偷跟着的话 因为不至于太危险吧 没想到这骨头帮的老大 竟然拥有稀有的魔精 这骨头帮的老大生性残暴贪财 将矿洞坍塌的损失全都归咎于矿工哥布林的身上 他派了几个手下留在这里监督哥布林收拾矿洞 然后又带着剩余的手下去其他的矿洞检查 我跟卡丽打了声招呼 让他先回去 我有些事要去处理 便偷偷地跟踪着骨头帮老大 一路跟踪下来 发现着骨头帮的老大贝德鲁还真是够坏 每到一处矿洞只要看见不顺眼的哥布林就会毒打一番 就连下城区里面的摊贩也遭到他的暴虐 我也是有些小瞧这下城区的面积了 借连跟踪了两个矿学感觉腿都跑断了 不过这第三个矿学引起了我的好奇 相比较与前面的矿学 这个矿学竟然连一个进行挖掘的哥布林都没有 这显然不对劲 按照这家伙食材如命的性格 怎么会放着大好的矿卖不开采 除非这矿洞里面的矿物就是无法换取赎罪券的摩金 所以他们才不愿意投入资源开采 对于摩金还是安杜拉比较了解 我便让安杜拉出来看看 没想到他还是一脸没有睡醒的样子 扰西青梦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我就掐死你 我立马告诉他可能发现了摩金矿学 听到摩金矿学的安杜拉一脸震惊 摩金矿学 怎么可能 摩金是那么稀有的东西 不过他好像也感受到了 洞里有一丝属于摩金的魔力 紧接着他便施展魔法 沿西天生拥有感应地脉的能力 直接将整个地下摩金的规模 全都探测了出来 我本来猜想矿洞里会有很多摩金 但探测出来之后没想到会这么多 我的大地母亲呢 这群不懂摩金价值的土鳖地盘上 居然有这么大的摩金矿 简直是暴殿天物 按照之前培育系统的描述 蜘蛛妹要是升级成功的话 也能拥有战斗魔法 那到时候不是就能给他 打造一副魔金装备了 不过这洞口有哥布林守卫把守 要是只有一两个倒也没什么 那如果召集来了一群就不好办了 不仅如此 就算偷偷得到了 后续的打造工程量太大 要是在打造的过程中 被骨头帮发现也是不好办 所以现在偷偷拿的办法是行不通了 只能想一个更为万全的办法 不过以我们人类千百年的智慧 不一会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在回去的路上 我就已经将计划出去出行了 我让卡丽去帮我办件事 让哥布林们做一个圣珠的雕像 并且将之前矿工哥布林受伤 圣珠教展现神迹的事迹大肆宣传 按照我的计划 这件事一定会传到骨头帮老大的儿 而当他看到我准备的雕像之后 计划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是一作用蓝宝石雕刻的巨大雕像 贝德鲁从手下口中得知了圣珠教的存在 就这么个小玩意能治愈伤痛 圣珠教治愈哥布林的事迹已经深入人心 正好神殿的大萨满最近受伤 贝德鲁打算献上这个作为礼品 要是能把大萨满的病治好 就能得到大萨满的关注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励 可还没等手下把话说完 贝德鲁直接就将他结果 这些都是本大爷的财富 可你客气客气你还真想要 真是不懂规矩 贝德鲁看着自己成堆的矿石 他才不舍得用自己的财富来建雕像送给大萨满 不过他想起自己发现的魔金矿 这些矿石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十天之后 贝德鲁用魔金矿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小机解雕像献给了神殿 但神殿使者一脸疑惑 贝德鲁立刻让手下给使者示范一下祈祷圣珠的治疗之力 可只见那几个受伤低哥布林在雕像下祈祷了半天 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就是你说的神奇的 会降下治愈的圣珠 还没等贝德鲁解释 直接就被使者赶出了神殿 而我一直在暗中等着他们 如果神殿已经抛弃你了 不如考虑一下与我合作怎么样 我直接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在贝德鲁的面前 看见有人类出现的贝德鲁顿时两眼放光 去 把他绑了我要拿去向萨满妖宫 不过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让安杜拉用魔法外放出圣珠教的形象 假扮神迹显现镇住他们 圣珠教的神迹在线 直接震慑住了骨头帮众人 就连贝德鲁也被震害 不过贝德鲁十分贪财 我对他们宣称只要与我合作就能增加他们的财富 这才让贝德鲁有点动摇 我对他说有办法可以让哥布林的矿谱更加卖力 当然也可以让他们全部与你作对 但贝德鲁十分嚣张 大言不惨道只要他没有反省 他就借一个杀一个 我当然知道他心很爽吧 他说的这些完全做得到 但是如果是所有管辖区的哥布林 你都杀了吗 贝德鲁当然不敢 要是钱杀了就没哥布林给他挖矿了 我拿久了他不敢 当然他只好乖乖地跟我合作 我让他将巨大的雕像放在矿机 没想到小鸡姐十项的秘密 这么快就被贝德鲁发现了 和贝德鲁的战斗一触即发 可小鸡姐的权力一击竟只是伤了贝德鲁的皮毛 反倒小鸡姐身受重伤 姓名危在旦夕 原来在祈祷圣诸教七天后 矿工的产量一直没有提升引起了贝德鲁的质疑 现在还是神像在聚集力量的时候 你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难道要因为没有耐心而前功尽弃吗 再给我三日时间 保证能看到效果 在利益的诱惑下 贝德鲁同意再给我们三天的时间 只不过这三天时间他派手下在这看着我 但只要争取到时间积攒力量这就够了 到时候只要让小鸡姐汲取石像里的力量 就有足够的把握对付贝德鲁 可没想到三天后 石像积攒的力量还不够二十 看样子是贝德鲁察觉到了什么 故意不让手下来祭拜了 这时贝德鲁也气势汹汹地赶来 现在时日已到 我的矿产不增反减 这笔账是时候清理一下了 明明是你限制手下 怎么能怨我不守信呢 现在之所以没动静 是所聚集的力量不够罢了 不过这贝德鲁丝毫不听我的解释 抄着巨斧就带着手下一拥而上 而我也只好先将石像里的力量汲取出来 让小鸡姐先解决他的手下 紧接着我在同时发动鼓舞士气和一体同神技能 趁机对贝德鲁下手 可没想到这全力一击 竟只是划破他的一层皮 果然跃两极还是太勉强了 贝德鲁恼羞成怒 疯狂地攻击小鸡姐 面对超过两极的对手 小鸡姐被打得体无完肤 幸亏有安杜拉的治疗术在一旁加持 可就在贝德鲁高强度的攻击下 小鸡姐的武器却应声断裂 完了完了 小鸡姐被贝德鲁重伤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连武器都被打断了 就算有安杜拉的治疗术也顶不住 难道我们今天就要死在贝德鲁手下吗 贝德鲁解决了小鸡姐后 直接朝着我们而来 虽然有安杜拉的治疗术 但也顶不住他挤刀 就在贝德鲁的攻击近在咫尺时 我立刻掰断了一根迷魂箱 这迷魂箱可以根据精神力的差距 催眠对方一分钟 中了迷魂箱的贝德鲁 按照我的指使朝小鸡姐十项跪拜 立刻就让进度增加到了20%以上 发生了什么 一分钟后 贝德鲁从迷魂箱中醒来 你对我做了什么 想知道 等你死了我就告诉你 只见贝德鲁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了暗器打断了贝德鲁的行动 原来是重伤的小鸡姐已经被安杜拉治好了 不仅如此 因为刚刚增长的信仰进度让小鸡姐升到了二级 而且还因为武器被鸡断领悟了新的技能 居然还能站起来 真是主仆情深 那不如先把你这个小蜘蛛碾碎吧 究竟谁被碾碎还未可知呢 就让他见识下你的手段吧 小鸡姐姐 只见小鸡姐立刻围着贝德鲁高速移动 不断地在贝德鲁身上布满蛛丝 紧接着趁机朝贝德鲁攻击 可贝德鲁却一脸惊讶 明明自己将他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 居然没挡下攻击 败你所赐 小鸡姐姐习得了新技能 凝制蛛丝 只要有蛛丝在 就会将敏捷减半 就算你看清了动作也跟不上 但贝德鲁丝毫不拒 那又如何 只要我将蛛丝清理干净 死的还是你们 不过我们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小鸡姐瞬间就挥出了无数刀 直接将贝德鲁粉碎 当小鸡姐成功击败贝德鲁后 我们团获得了不少动乱值 这时我发现陆王团也获得了三分动乱值 看样子是丝如羊潜入进来了吧 这时小鸡姐发现贝德鲁身下掉落的物品 好像是一封信 但是我根本看不懂哥布林的文字 幸好安杜拉懂得一些哥布林的文字 根据信中所写 原来贝德鲁是亲王那边派来的卧底 没想到这贝德鲁还是个无间道 看来神殿和王室之间的矛盾 确实已经不可调和了 我接着摸索看看贝德鲁身上还有什么东西 接着就找到了一个帮主守令 有了这帮主守令 遮掩贝德鲁的死就不是什么麻烦事了 还有一个是一个月后的上流宴会邀请函 我对底下的骨头帮成员宣称贝德鲁得到了圣诸启示 现在要闭关修炼 因为有帮主守令 所以他们很快就幸福了 为了不让贝德鲁尸体被发现 我让他们把入口封住 而且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推博 越来越多的人来祭拜 甚至连另外两个教派的帮众都会偷偷前来拜祭 因为帮派成员的流失 我的信仰值已经超过了50% 对付这四大高手就跟切豆腐一样简单 在小鸡姐击败他们之后 我又让安杜拉帮他们治疗 借此收服他们 得到他们膜拜的信仰值 后面合众会会长亲自前来找麻烦 不过下场也是被小鸡姐打伏了 打伏之后 我让安杜拉对她使用生命之种 让她成为了我们的傀儡 这时系统提示小鸡姐的信仰值已经达到极限了 之后要升级才能突破魔物血脉的限制 而就在这期间 陆王团的动乱值竟然超过了我们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天出城和潘威他们会合后 从他们口中得知 原来这段时间陆可气 他们一直无差别的攻击出城的哥布林队伍 然后将他们伪装成同归于尽的样子 通过这种方式激化他们双方的矛盾 看来是四如羊潜入探查到了王室和神殿的矛盾 原来如此 这样下去我们很难竞争啊 他们人又多 打游击比我们便利多了 那小耗子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呢 我本打算等小鸡姐积攒够信仰值 再挑起叛乱 现在陆可气插手看样子要提前了 潘威提出在外面给陆王团使伴子 托慢他们进度 但林小允觉得大家都是人类 没必要这样 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绝对能赚一波大的 我用被德鲁的首令给潘威和林小允安排了身份 让他们跟随进城 并且购买了一颗说服药丸 吃下药丸之后 我们前往神殿高层的聚会 还没进门 潘威头顶的呆毛就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不过越危险收益越高 利用那封邀请函 我们进入了上流宴会 在包厢里 萨满的身边围满了母哥布林 这是一位手下前来报告骨头帮的人来了 上次闹出的破事差点让我颜面扫地 这次要是不拿出点好东西 那骨头帮的老大就该换了 让他们进来 你们是贝德鲁的手下 怎么这副打扮 贝德鲁呢 我直接将一个盒子放在桌上对他说道 贝德鲁他已经来了 看到盒子里装着贝德鲁的手机 萨满顿时震惊 你竟敢杀贝德鲁 你知道他是谁扶持的吗 我直接将一封信甩到他脸上 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 连贝德鲁是王室的卧底都不知道 你们是想死吗 这是他的通敌密信 好好看看吧 下一秒众人都被信中的内容震惊 这字迹是贝德鲁的没错 他竟然敢透露大萨满缅下的行踪 差点要被他给害死了 不过你们又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我只告诉他我的身份是机密 需要单独说话 而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并不简单 对我们的身份更加怀疑 我和萨满单独进入了一间密室 好了 现在只有我们俩了 你现在可以说了 你究竟是谁 有什么目的 我脱下了伪装 以人类的样子出现在他眼前 我是隶属于大萨满缅下的密探 专门为缅下收集情报的 虽然他看到我人类的样子感到震惊 但他听过缅下有培养一群特殊的哥布林 作为眼线 用魔法改变了样貌送到王城各处 所以他对我现在这个身份也十分信任 紧接着便十分客气地招呼起来 大致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我保证全力配合 我让他将查出内奸这件事去禀报缅下 就说是自己发现的 让他以此作为契机 将我当众引荐给缅下 但这却引起了他的怀疑 密探大致明明已经是缅下身边的亲信 引荐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我紧接着就找了个借口 缅下身边满是内奸 所以若想正大光明地回到缅下身边 自然要有个合理的理由 因为服用说服要完的缘故 所以我说的话增加了幸福度 他也十分信任我说的话 记住 你要以我可以治愈缅下的救伤 唯有举荐 即便是缅下在面前也要装作毫不知情 这可是你将功赎罪的最后机会了 好好表现 时间差不多了 你也是时候向外面的人解释一下了 也扫了大家的兴致 而门外的林小允他们 见我进去这么久还没消息 开始有点担心 但很快我就从密室里出来了 紧接着萨满就对着外人介绍道 这位的身份我已确认 乃是我的一位贵宾 大家不必紧张 就在他介绍时 我偷偷地摸了摸鼻子 给林小允传递消息 小耗子发出暗号了 这是计划顺利 继续的意思 下城区最大帮派合众会上门邀请我 原来是萨满对外宣称为 我是他的挚友 而这时大萨满也来到了宴会场 我果然猜得没错 这次宴会大萨满也来了 正好我可以从中取势 随着大萨满的轿子缓缓入场 所有哥布林都对着大萨满行跪拜 而这时萨满向大萨满献上了被德鲁的头颅 嗯 不错 若我的身边都能像你这样认真负责 那王室怎敢如此嚣张 揪出内奸后 果然激化了他们的矛盾 增加了动乱值 眼前大萨满的等级居然到了五级 难怪之前在广场吃下取代 要玩差点被发现 不过幸好他现在受了重伤 正当大萨满准备离开时 萨满按照约定朝大萨满举荐了我 久闻大萨满就伤难遇 这位是我特地找来的神医 定能让您恢复如初 不过大萨满却没有按照 我跟萨满说的约定行事 令萨满有点始料未及 在这关头我主动站了出来 既然大萨满都尝试了那么多 再多一次也没什么吧 况且治不好您可以降罪于我 但错过可就得不偿失了 在我一顿说辞下 大萨满同意让我尝试一下 带着我一起回宫殿 很好 计划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 接下来的第二阶段 就得和林小允他们分开行动了 希望他们别掉链子 到了大萨满宫殿 他随即便召见了下沉 而我以人类的样貌 站在大萨满身边 顿时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大萨满脸下身边 怎么会站着两脚兽 这可是我们哥布林的敌对势力 突然大萨满一声怒斥 安静 顿时令下沉们肃然安静 还好有神官的推荐 我提前向大萨满解释 是因为背负了神赐的治愈之力 所以付出了代价 这才让大萨满幸福 这时却有个神官站出来鄙视道 即便你曾经是我们哥布林一族又怎么样 变成了两脚兽便是比剑民还要低等的存在 突然躲在影子里的小鸡姐兴奋了起来 原来是神官胸前佩戴的勋章 对小鸡姐产生了吸引力 你们这群腐朽的神官 如何比得上侍奉神灵 抛弃原生躯体获得真正生命之力的我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神所降下的恩赐 大萨满脸下 还请你脱去您的上衣 紧接着我就对大萨满使用了安杜拉的治愈术 而大萨满胸前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大萨满你感觉如何 经过治疗 伤口确实已经完全恢复了 其实我只是治疗好了他的外伤 并且安杜拉还偷偷吸收了他不少魔力 我用安杜拉的治疗术 成功治好了大萨满的伤 但其实只是将他外伤治好 因为我如果直接治好后就对他没有价值了 而现在因为还需要我 所以他只能将我留在他身边 果然是神医 你治好我的伤 想得到什么赏赐 之前几位神官对我很有意见 现在我证明了自己 难道不该道歉吗 底下的神官顿时羞愧难当 正好借这个机会趁机薅羊毛 给小鸡姐捞点好处 作为道歉的诚意 请诸位神官将胸前之物交给我吧 说完 底下的神官顿时面红耳赤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初代大萨满一还制作的圣衣物 岂是你能染指的 原来这玩意是圣衣物啊 难怪小鸡姐会有反应 此时大萨满替底下神官道歉 希望我别夺走他们的圣衣物 但我表示要他们圣衣物 是因为可以作为媒介强化治疗魔法 能更快地治愈大萨满的伤势 紧接着我便走下台 伸手让他们交出圣衣物 若是这位神官愿意献上圣衣物 那大萨满的伤势便能早一天治愈 但眼前的神官却突然迸发魔力 圣衣物就在我胸前 有本事你就来拿呀 我看了看台上的大萨满 看样子他并不打算插手这事 这大萨满还真是冷静啊 我都抛出治愈的诱饵了 都没有引他出手 我向大萨满请示 能否私下和我谈一谈 紧接着他便带着我到了后台 免下只要有圣衣物 保证一月内让你痊愈 而且这还是一时二秒 若是声称用了圣衣物三天内 便能治愈你 到时候神殿内潜伏的王室势力 就会有所举动 听我说完这些之后 大萨满似乎动摇了 我紧接着城市追击道 我能治愈你的消息 相信很快就会被泄露出去 如果没有圣衣物 怕是一年半载才能让你痊愈 下一秒 大萨满便伸出三根手指说道 我给你三天时间抓出 潜伏在神殿内的叛徒 然后一个月之内将我彻底治愈 等回到殿内后 所有神官都以为 我肯定在大萨满那吃饼了 但大萨满却说道 把圣衣物交给他 神官一脸吃惊的表情 只听大萨满冷冷说道 怎么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 底下的神官顿时不敢反抗 下一秒我就直接将勋章拿了过来 有了这些圣衣物 就准备给小鸡姐进行升级了 可没想到小鸡姐 居然用蛛丝将自己包裹了起来 而系统提示 小鸡姐的信仰值 已经达到了120% 开始了进阶 而在进阶期间是不可召唤的 这下完了 身处险境却失去了小鸡姐 只希望她能在三天内完成进阶 不然我要怎么抓内鬼 难道要靠一个辅助型的安杜拉吗 小鸡姐竟然要进化了 直接开始化解 但在我深入神殿时 失去小鸡姐可不好办了 不过还好我有传送卷轴 实在不行就传送逃走 计划失败也比丢掉小命好 这时 门外来了一个哥布林仆丛 而这仆丛竟是王室担心 我能治好大萨满 派来刺杀我的卧底 看样子这要我喝下的估计是毒酒 但是现在又没有小鸡姐在 要是正面冲突 我肯定小命不保 对了 可以看看小鸡手商店 有没有什么好用的道具 而这时的仆丛发现我半天不喝酒 以为是自己的身份被怀疑了 直接就准备掏出藏匿的匕首 对我动手 正好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道具 一次性道具 可以制造出对方内心恐惧的画面 需要消耗300积分 就在他对我动手的瞬间 我立刻使用了道具 他眼前瞬间出现了 哥布林十足的幻影 紧接着就要开始我的装插时刻了 无理之徒 此乃被无所庇护之哥布林 你胆敢行刺 我要瞧瞧你的记忆 看看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可还没等我伸手触碰他 刺客因为担心自己记忆被窥探 自己就用匕首自裁了 原本只想吓跑他就好了 没想到竟然自杀了 还真是死事啊 紧接着 听到动静的大萨满带着一群神官赶来 如各位神官所见 这便是袭击我的杀手 只不过他是受命而来 其幕后主使就在我们神殿之内 原本我只想诈一诈 这幕后主使会不会在这群神官之中 没想到还真被我诈出来了 诸位不必紧张 因为我已查明 幕后主使就是这位神官 但底下的神官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 而我直接交给大萨满一张字条 这是刺客死前的口红 请缅下过目 可卧底还是一脸淡定的表情 令底下的神官都不相信是他 而看完字条的缅下注视了一眼卧底 卧底却面不改色 紧接着大萨满便说道 你们说 当我刚才这样看着你们的时候 你们会害怕吗 底下的神官无一不回答会 就算心中无愧被缅下这样看 也会心生恐惧 下一秒大萨满便手指卧底神官 口红是空白的 想来行刺的定是死事 寻常只见我听信神使害怕被污蔑内心难免恐慌 可他却没有半点畏惧 定是知道死事不会透露情报 将他先关押起来 随后我亲自审问 见我立功揪出卧底 大萨满便赐予我和神官一样的权利 可以自由出入神殿 而后 大萨满便和自己的亲信在密室会议 他们商讨着现在王室渗透严重 是否要先下手为强 但大萨满却不急 等自己的伤势被我治好就有必胜的把握 不过他并没有信任我 还有第二手准备 而这次揪出了神殿内的卧底 也令我得到了不少的动乱值